我是在成都的那个Michael旅 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Ethercat 这个技术的一些基本介绍 还有它的一些通信原理方面的 还有一些小的一些虚拟的演示 另外就是咱们这个Microchip 9252的这个一个介绍 那我们就开始 这个是今天的一个课程的一个安排 第一个是对Ethercat进行一个总体的介绍 那下面的话呢 就是Ethercat一个网络的一个原理 包括它的一个通信的一个原理 这个讲完以后呢 我们会有一个虚拟的一个演示 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下Ethercat这个DC时钟的一个演示 这个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9252的这个 咱们这个Lan9252这个芯片的一个介绍 这个在下面呢 就是我们最新出的一个EVB 就是Stam D51跟这个Lan9252的一个 Harmony的一个 Driver的一个介绍 最后就是一些总结跟问题啊 稍等一下 OK那我们下面就开始这个Ethercat的这个介绍 Ethercat这个技术呢 是一个一种工业以太网的一个技术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张图上面 工业以太网呢有很多种技术 有若干种 那基本上市面上目前比较主流的呢 有这个ProfitNet 还有这个EtherNet IP 还有包括这个PowerLink 然后还有就是咱们这个Ethercat 其他的一些技术呢 也不是不主流 他也有他的一个市场份额 跟他一些应用场合 就说这个工业现场以太网总线呢 是现在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领域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 这个图上左边是一些这个 这个现场技术的名字 右边呢就是他们相应的一个组织 比如说咱们这个Ethercat 那他就是由这个ETG 就是这个Ethercat的这个Technology Group 在进行一个技术的一个发布 跟他的一个后续一些软件 FDK的维护 所以的话呢 我们每一个技术都有相应的一个组织 在后面去对他进行一个支持 这个是对他一个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为什么我们要使用Ethercat呢 就是说这个不管是咱们自己的一个学习方面 还是说到客户那边去进行一个分享介绍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这个疑问 对吧 我们有这么多现场总线 那实际上呢 Ethercat的技术是发展最快的一个工业以太网协议 那右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 第三方一个市场调研机构的一个调查的一个数据 Ethercat的这个增长是非常的快 第二点呢 就是说Ethercat的技术呢 可以通过优化每个以太网真的消息呢 来传送达到网络性能的一个新的高度 这个呢 等一下我们会跟大家仔细去介绍 它通过一系列的这个技术的一个优化 基本上可以认为是目前这个性能最好的一个现场总线 然后呢 第三点是它是一个硬件驱动型的价格 对软件的协议战性能依赖性是比较小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一致性是比较好的 最后一点呢 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大家可以看到它有目前啊 这个其实应该是应该是一两年前的数据 有超过4100个Ethercat的协会的一个会员在全球 那这个呢 首先跟大家再澄清一下 就是说Ethercat的会员呢 是完全免费的 就说不管是芯片公司也好 或者是任何一个想做Ethercat的公司 那么你只需要到这个ETG 就刚才我们看过这个Ethercat的这个协会的一个网站上 去注册一下 那注册呢 基本上只需要填一些简单的信息 还有就是公司的一个营业执照 就可以免费成为它的会员 那成为它的会员之后呢 一个是后续也没有每年的联费 第二个的话呢 它可以就是说你可以永久的下载 它后续不断更新的这个核心的协会站 所以它是完全免费的 而且它的原代码也是开放的 所以呢这个也是它发展非常快的一个原因啊 那我们下面把Ethercat再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Ethercat呢代表的就是这个Ethernet for Control Automation Technology 也就是说它呢是基于Ethernet的 这点是很重要的 第二点呢是Ethercat是一种直达IO级的实施以太网 那它呢最初是由德国的这个Bekhoff公司开发的 也就是说它呢通过这个主站 我们可以直接到达每一个层站的一个IO级别的一个控制 那这个呢是通过它内部的一些帧的一些特殊结构来实现的 所以它的这个效率非常高 因为我们都知道在工业现场领域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只需要去控制一些IO级别的一些数据 比如说一些传感器呢或者是一些开关 那如果说你通过传统的这种Ethernet的方式 对吧我们稍微讲一点点啊 就是它那你需要先到达从占的这个CPU 然后的话呢从占的CPU呢把协议解析之后呢 再去进行一部分的分解对吧 然后它再去看哪些是要对我下满命令的 哪些是要去控制一些IO的 那这个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一个延时 并且不可控 所以呢Ethernet是可以直达IO级的一个实施以太网 这个等一下我们也会去跟大家介绍 那Ethernet的协议呢已经被列被纳入很多这个国际的一个标准 还有下面一个很重要就是说Ethernet被 因为它是在德国起源的嘛 然后的话呢它被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还有中国跟韩国已经定为是一个国家标准 那这个其实很重要 因为我们是在中国做这个Ethernet的这个推广 那所以的话呢在中国它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推荐性国标 它不是强制性的国标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区别呢不是很大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Ethernet实际上在这个现场总线的领域呢 已经是占了绝对的主流 像其他的一些像Profitnet啊Powerlink这些就都 已经是发展了势头 还有市场占有率已经不如这个Ethernet了 那Ethernet的关键特性呢 包括这个很短的周期时间 在协议里面最小值呢可以到12.5个微秒 当然这个呢是非常小的 一般的话呢我们的通常见到的客户呢 可能以1毫秒 或者是以比如说这个500微秒 居多 最小的可能会有到125个微秒的 12.5个微秒呢确实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理论值 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低抖动可以直线精确的同步 那它的这个同步精度呢可以小于一个微秒 这个等一下我们也跟大家去演示我们的这个低飞时钟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去看进一步看一下这个同步的这个 精确的同步 然后的话呢它的这个硬件成本是比较低的 这个比较低呢 当然是相对来说的 但是呢就是说Ethercat它的这个 因为它采用这个Ethernet对吧 我们第一点就讲了 它是一个基于Ethernet的一个技术 那以太网呢实际上是比较成熟的技术 大家都很熟悉 以太网的这个硬件成本呢 确实大家也知道很便宜 对吧一个以太网的摆照的Fi 可能也就是人民币的话 也就是商业级的可能一两块钱 那么你在这个这样一个成本的下面呢 是做到一个100兆的一个全商工的连接 我觉得可以认为是一个成本是比较低的一个技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 那么它采用了一个全商工的模式 就是采用咱们摆照Fi的这个全商工的模式 那最后一点呢 就是说尽管Ethercat是属于一个自由的协议 就是属于这个ETG开发的一个上层的一个协议 但是呢它的物理层呢跟以太网非常类似 或者就是一样的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它用的就是我们普通的以太网的Fi 所以的话呢实际上在对于Fi来讲呢 Ethercat的报文跟这个Ethernet的报文是完全一样的 这个等一下我们在后面也会跟大家去做一个介绍 那下面呢我列出来他们的一些区别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比如比方说上网对吧 那你经过的报文都是IPv4或者IPv6的 那大家可以就是有一个叫Ethertype的一个字节 也就是去表示它的一个类型的 就说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IPv4是这个0x8000对吧 然后的话呢IPv6是86DD 那Ethercat呢就是一个88A4 所以呢在帧上面来看呢 它是完全跟以太网的帧是一样的 只是说它在一些这个Ethertype的这个地方会有一些区别 会标示出来它是一个Ethercat的帧 那这个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这个的话就是说尽管你在Fi这层面是兼容的 但是呢你到了上层那它就会识别不出来了 对吧因为我们的上层的TCP IP协议 它只认识这个IPv4 IPv6的这个Ethertype 所以这个是它的一个区别 那下面的话呢我们就来给大家做一个 就是说Ethercat的这个 为什么适合这个签讯式的一个应用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它基于Ethernet 那其实有很多的一些工程师都会问 有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用这个Ethernet 那Ethernet也可以做这个工业以太网 或者是有很多的这个工程师会问 这个工业以太网跟我们这个现场的一个实时的工业 以太网总线有什么区别 那下面我们就跟大家去分析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为什么不能直接用这个Ethernet来做这个工业现场总线以太网 那么有三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是它的一个带宽利用率 第二个呢是一个协议站的大小跟延时 那第三个呢就是在主网的时候 由这个交换机引入的延时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这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它的这个比较低的 或者是要很低的带宽利用率会导致这个性能不佳 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刚才也讲了 Ethernet是基于以太网的Fi 那以太网的Fi呢它都是摆照的 以太网是通用的 那为什么会说它性能不佳呢 这个是由它的这个以太网的这个协议 是决定的 首先我们我相信就是说大家可能多少都知道啊 就是这个以太网的这个真的一个结构 是在最下面这个图 那它呢包括这个以太网的这个HDR的这个投文 投文件就是说包括它的这个 原MAC地址啊 目标MAC地址啊 还有些type啊这些东西 有14个字节 然后的话呢中间是它的这个以太网的有效的这个载荷 就是这个payload 就是它的这个有效数据了 那这个呢以太网的规定呢是最小是46字节 最大是1500多个字节 所以这个是可变的 但是呢最小是46个字节 这个是规定的 然后呢后面是这个4个字节的这个CRC照验 然后的话呢有14个字节的包间间隔 就是说每个每两个以太网之间呢 必须有14个字节的一个间隙 这个是协议规定的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你每发一个以太网真出去呢 最小的话呢是有82个字节 那这个是最小字 你不能再小再小就违反这个以太网的这个规定了 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通常的话呢 你在比如说咱们上网的时候啊 或者是这种你不管是浏览网页 或者是你看一些视频是吧 那这个呢其实没有关系 因为它的这个支出量比较大 但是呢在我们这个工业现场这个控制的领域呢 很多时候你只是需要去控制一些字节 我前面也讲过一些IO而已 那比如说你下载下达一个翻转几个开关的一个命令 对吧或者采集几个数据量 那这个呢实际上你的这个信息量非常少 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要发一个四个字节的这个叫过程数据 就是这种要同步的这种数据出去的话呢 其实就是32个IO啦 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应用场合 那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你在82个字节里面呢 只占用了四个字节 也就是说实际上你这个真的利用率呢 还不到5% 4.87% 也就是说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右边这个水管的这个图吧 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水管它本来是很宽的 因为这个以百兆的以太网的这个数据嘛 大家一听这个百兆在这个工业控制领域应该是足够了 但是呢实际上你根本用不了那么多带宽 因为你每次发的一些数据都非常小 非常小就像里面这个小的这个圆管一样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虽然用了这个百兆的以太网 但实际上呢你最后达到的效果是非常的不理想的 这个当然大家呢希望有一个印象可以理解 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用 也不是说不能用 就是说直接用的话它这个效果很不好 这个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就是这个协议站的一个大小和延时了 就是左边的话呢是我们 这个当然这个Ethernet IP了 这个也是一种实际以太网的协议 但是呢它跟Ethercat比呢 它的协议要复杂很多 因为它保留了很多TCP IP的一个协议的内容 那TCP IP的协议呢 就是这个绿色中间这一小块 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的 因为我们平时现在用电脑继承机对吧 包括今天大家来听这个ERTC 都是用这个普通的这个TCP IP 去做这个协议的通包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从这个最下面的这个网口 就是物理层进去之后呢 通过这个以太网的Mac对吧 每个CPU或者是网卡都有一个Mac 然后的话呢再往上就是这个TCP IP的这个协议层 TCP IP协议层呢 然后的话呢会把这个数据包在IP 进行进一步的通包之后呢 到这个CIP的一个报纹 CIP的报纹呢 上面在分为影视跟显示的 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 就是它在协议里面做的一个区分 比如说这个显示报纹呢 就是去做这个配置 然后的影视报纹呢 就是做这种实时的 这个real time的这种IO的 所以它在协议里面做了这个区分 然后再往上面呢 就是一些CIP的一些模块 然后的话再去做这个器材的配置 我们这边有一个动画呢 可以跟大家稍微看一下 反正是这个 大家能不能看到 就是这个 这个一个报纹 从这个物理层进来之后呢 它要经过很多的这个 处理才能到达这个IO的端口 所以呢它的这个协议站很大 处理数据的话 需要很大的很多时间 但是呢 其实问题的核心呢 不是在这个地方 而是在于我们做这种 普通的IO的传输的时候呢 实际上你并不需要这些东西 比如说这些TCP IP协议呢 对于我们 比如说你在这个网络上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一个交换机的网络里面 你是通过这个Mac地址去转发的 那如果说你要上网的话呢 你肯定有IP地址 对吧 比如说咱们的宽带 或者是办公室 它都有一个公网IP 然后的话呢 再通过这个IP呢 再去通过这个 成语网 然后再往这个 广义网上去转发 那这个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它的一个理由了 比方说比如说在座的 可能有在深圳的 在北京的 对不对 那你都都是通过这个成语网 广义网的这个服务器 然后的话呢 通过IP的地址去挑变 然后的话呢 大家达到一个互联互通的一个目的 但是呢 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们在这种工业实施的领域 是没有必要去这样做的 对吧 我们没有必要在一个 工业的领域里面 还去处理这个IP的通胞 所以的话呢 这些相对不相关的这些内容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在 协议站里面把它去掉 所以这个是我们为什么 说这个协议站大小 对这个有影响的一个原因 那第三点呢 就是这个以太网的 交换机的一个延时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交换机的这个重要性 那在以太网里面的 交换机是必不可缺的 不管是咱们在这个办公室里面 大家可能见过 这种比较大型的交换机 对吧 就是我所谓的大型 就是比家里面那种大 比如说可能有24口的 48口的这种比较常见 那可能咱们家里面 也会有交换机 那那个交换机 可能一般就是4口 8口的居多 那就是说这个交换机的好处呢 显而易见 就是说你在需要扩展网络 在组网的时候呢 就需要一个交换机 比如说你的电脑 跟你们家里的这个 咱们家里自己的NAS网盘啊 或者是一些打印机啊 虽然现在无线的比较多 但是呢 你想用有线也可以对吧 那你就需要一个交换机来组网 那交换机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那交换机呢 基本上所有交换机呢 都是使用这个存储转发的一个架构 关于这一点呢 就是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 我们公司的这个交换机的一些 这个培训的一些文档 或者是我们一些芯片的 DataSheet里面 都会介绍比较详细 就是说它的一个基本机制 就是先把进来的包 进行一个存储 然后的话呢 去查找里面的这个地质表 然后的话呢 查到地质表以后呢 再往相应的章口去转发 那么它是一个这样一个架构 那这样一个架构呢 就注定了它会有带来一些延时 对吧 第二点呢 就是说如果说我们用交换机的话呢 就必然意味着这个需要集联 就是下面这个图 虽然说我们实际上 我们的初衷不是希望 要去做交换机做集联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 实际上你在组网之后呢 就像下面这样 你可能就需要多少个 需要很多交换机去一个一个 一级一级的组网 那即使没有这个缓充序的延时 它也会有一些延时跟抖动 就是这个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假设交换机是空闲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交换机 它也会有负载 交换机的这个负载 如果买了以后 它会怎么样呢 它可能会丢包 那这个是大家如果说处理过 交换机相关的问题就知道 这个丢包是非常头痛的一个问题 那丢包的原因呢 就在于交换机的这个过载了 那有可能是因为物理的这个原因 也可能因为是交换机内部的 一个交换机制 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现在假设交换机没有丢包 它就算是空闲的 我们刚才讲过 由于它这种存储转发的架构呢 它也会带来这个延时跟抖动 下面是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了 就是说每一个交换机 存储转发的典型值呢 大概是在这个 几个微秒左右 所以的话呢 如果说我们在上面有20个节点 其实20个节点也不算是一个很大的网络 那基本上就会带来2.5毫秒的一个延时 那这个延时呢 实际上跟就说咱们的这个协议啊 跟你的这种 跟这个cable的这个长度啊 等等 跟你每个节点处理的速度啊 都没有任何关系 这个是仅仅是由于交换机引入 就带来的这个延时 而且还没有考虑到这个 这个节点的增多 会带来这个阻塞啊 或者是这个需要一些流控带来的一些额外的一些损失 那我们就带来了2.5毫秒的延时 所以的话呢 这个2.5毫秒呢 实际上在这种精确的网络实际上是很难接受的 刚才我们讲过 Ethercat在同步的时候 它的这个这个就是进度是小于一个微秒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通过交换机带来这个延时肯定是不能接受的啊 下面的这个图呢 就是跟大家去做一个比较 就是这种所谓的实时以太网 就是工业以太网 就是通过交换机去转发 跟这个咱们这个Ethercat它的一个区别 这个动画呢 其实是挺好的 但是呢 我不确定今天网络的情况 大家能不能看到 反正我放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实时以太网 就是我们需要通过一个主机 把这个数据通过交换机 再分发给每一个这个节点 那每一个节点收到之后呢 它处理之后呢 再去往它的IO口去转发 那这是它的一个基本逻辑 那我们Ethercat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是直接的一帧 从每一个节点就直接到的它的IO 然后的话呢 再回来 然后的话呢 往每个节点走 到最后的话呢 再回到主站 所以的话呢 它是怎么说呢 叫做消灭了这个交换机的这个延时 所以呢 这个是Ethercat跟我们这个实时以太网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 但这一点我们等一下也会具体的 跟大家再去分析一下 所以的话呢 我们采用Ethercat呢 实际上是带来一个很重大的 一个性能的一个突破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这个一些场合 需要这个高性能同步 对吧 这个需要来使用这个Ethercat的这种协议 那这个协议战延时的一个比较呢 也是可以去跟咱们各位工程师去分享的 第一个呢 就是说这个以太网的这个 我们刚才第一个就讲过 现在有很多这种工业以太网的总线 比如说比较常见的 像这个ProfitNet 对吧 还有这个Ethernet IP 还有这个Ethercat 那他们这三种这个技术的话呢 基本上是主流的 还有一个叫PowerLink 我们这边没有比较 那这个是德国的一个现场总线 就是专家去发布的他的团队 在同样的硬件 就是一个FPGA跟这个软核的CPU上实现的 所以的话呢 是有这个参考性的 因为如果说我们就说拿 比如说拿各个不同的这个厂家的这个板子 就是评估版对吧 不同的套件去测试 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不太有可比性 因为每一个硬件不一样对吧 CPU的性能有高有低 你采用的总线接口会比一样 比如你用SPI 或者是你用这种16位的这种并口 对吧 如果你用SPI的话呢 可能你也会问 就是说SPI的时钟速度 有高有低 可能都会有不同 那我们现在是在同样的硬件去比较的话呢 是有可比性 大家可以看到Ethercat的这个 这个延时是最小的 它跟ProfitNet差不太多 要小一些 但是比EtherNet IP要小很多 这个原因呢 这个我相信刚才大家看过 那个协议战延时就会很清楚 那EtherNet IP呢 它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它保留了这个TCP IP的协议战 所以呢 它的延时呢 就会大很多 所以这个是一个 大家可以去 就是自己也想 可以想得到的一个结果 所以的话呢 我们经过刚才的分析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Ethercat 实际上是非常适合嵌入式的这个 应用的现场总线 第一呢 它的带宽利用率是提高了 那这一点呢 等一下我们再讲Ethercat的爆纹的结构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再去分享一下 但是呢 我们可以确定的 它不会像EtherNet一样 我们每一帧的这个爆纹里面呢 只带有 不到5%的有效的数据 这个是 绝对是可以避免的 第二个呢 的协议战大小和延时是取消了 因为我们没有这些TCP IP的这个协议战 第三个交换机的延时呢 也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Ethercat的网络里面呢 是没有这个交换机存在的 那Ethercat的优点呢 我们下面也跟大家先做一个总结啊 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高带宽 它的这个真应用数据利用率呢 是在90%以上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 它的精确同步 这个我们之前就讲过 它可以小于一个微秒 它的拓幅很灵活 拓幅很灵活 它支持这个线形啊 环形形形竖形都可以 这个等一下我们看 它的这个拓幅也会去进一步的解释 它没有 它不需要这个以太往下换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另外呢 它为了保证这个可靠性呢 它会有这个工作技术器 就是它在这个Ethercat 真的最后两个字节 它有一个16位的一个支损器 会指示每一个从载的操作 是不是成功 那就可以保证就是我们这个工作的一个可靠性 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呢 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疑问 就是说那我们在某哪些地方 可能要用到这个Ethercat 当然这个Ethercat的场合非常多 我们这边举一个就是说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 就是这个过程自动化中的这种机械手臂啊 或者这种需要协同工作的一个设备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在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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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手臂 大家可能都都见过啊 然后的话呢 它的这种机械手臂的特点呢 就是它在这个机械臂上呢 会有好多个这种这种马达电机去驱动 那这个电机去驱动呢 就有一个问题 因为现在我们这种叫工业4.0嘛 或者是这种实时的这种这种网络 那么它就需要一个精确的一个动作 那你这个动作要精确呢 就必须要求这个各个电机是在同一时间去触发的 你这个动作才精确 对吧 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现在有几个电机 它不太同步 同步有偏差 那么呢 这个动作肯定就最后就不精确 所以的话呢 它非常适合采用Etherget 实际上呢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成功的案例 也是在这个上面 因为Etherget可以做到精确的同步 可以让你这个马达 手臂上的这个很多个马达 都可以在同一时间 基本上同一时间啊 去做到一个触发 所以呢 这个是给大家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 就是大家可能会看到 在哪些地方有这个Etherget的机会 那我们刚才讲了这些呢 介绍之后呢 下面就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这个Etherget的一个网络原理 首先跟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Etherget的物理层 我们刚才也讲过 它用的就是这个普通的一条网的fi 那么可以用这个双脚线的fi 也可以用这个光线的fi 就是这个100倍次-FX的这种技术 因为Etherget呢 对物理层并不敏感 也就是说你在物理层 可以混合组网 你可以用双脚线 也可以用这个光线 你还可以用这个LVDS 那LVDS呢 这种是我们MicroTip目前不支持的 这个是在这个Etherget的这个协议里面 也可以用这种LVDS去做这个组网 比如说它用的最广泛的场合 就是在那种插卡的那种板卡箱里面 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个LVDS走背板 去进行组网 那实际上呢 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们这个图呢 就是跟大家展示了一下 如果就是说同一个组站出来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这种双脚线 100米的这种就我们家里就有网线了 可以去组网 那下一个节点呢 我们可以用LVDS 可以 那么在下一个节点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光线 光线的最远可以到20公里 那这个都是可以的 没有任何问题 那这个光线呢 我想特别就是提一下 就是这个呢 在一些这种长距离的应用场中 还是很有用的 就目前来讲 我们碰到比较多的呢 是这种风力发电的这种 这种这种场合 就是因为这个风力发电机的时候呢 它需要一些负载的平衡啊 去读取一些数据啊 等等的应用 它就需要这个长的这个距离了 因为大家也知道 这个风力发电的这个站 在这个野外 它会比较远格的 所以呢 需要这种光线 那上面这个动画呢 是比较重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它跟大家展示了 这个Ethercat的这种 过程数据的实时提取跟插入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这个图上面 有两个从站 第一个从站呢 是从站一 第二个是从站二 我们假设在从站一里面呢 它又进行了又读又写的操作 在从站二里面呢 只是在它进行的一个写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主站的这个针 是怎么样过来的 它这个主站的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左边呢 就是主站发挥的针呢 到了从站一之后呢 它会把要读又写的数据呢 直接就把它给操作了 然后的话呢 这个主站的针呢 它并不做任何的停留 这个就很像我们的 现在的高铁 对吧 它到站以后呢 它不会去做停留 就是说你到了站以后呢 你从站要把准备好的数据 要给我主站 然后主站呢 当然也要把我准备好的数据给从站 然后呢 我马上这个针就走了 我们可以再看一下 然后的话呢 到第二个从站之后呢 我们只有写呢 没有关系 我们就只写一次就完了 我们就不读 那这个针呢 就是说从这个左边到右边之后呢 它会再回到主站 那这个周而复始的发送 那最短的呢 是12.5微秒 基本上呢 是目前以一个毫秒左右的比较多 也就是说这个针呢 是每个一个毫秒 从这个主站往各个从站去发送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你可以对它又读又写 也可以一直写 你也可以不操作 这个也是可以的 所以的话呢 它是一个循环往复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 就EtherGed 它是有一个主站去进行循环的 周期性的一个发送 那周期的时间呢 最短呢 可以到12.5个微秒 通常的话呢 是以几百个微秒到一个毫秒 应用居多 前面我们讲过 EtherGed的主网很灵活 那就是说它的这个 当然这个跟你的 这个使用的这个从站的 这个芯片有关系 那基本上呢 就是说最常用的 还是这种屏花链的主网 就是这个第一种图 它是这个从上 就从左到右 一直去往下集联的 这个也是最多的 那当然的话呢 也可以用这种三端口的 四端口的这种 去做这个新型竖型的拓扑 也是可以的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上面这个图就比较灵活 对吧 你可以就是这种三端口的 那这边需要特别讲一点的 就是说9252呢 支持三端口是可以 那支持四端口呢 也可以支持四端口呢 会比较麻烦 它需要两个9252 通过这个MI的接口 去进行一个 被靠背的一个互联 所以呢 实际上应用的案例 就会比较少 通常的话呢 以两端口三端口的居多 最多的话呢 每个网络支持 六万五千五百三十五个重战 就是说一个主战可以挂这么多个重战 但是呢通常的话呢 可能我们现在比较多的 还是以几十个比较多 下面的话呢 跟大家去看一下 EaterCAD正常工作时候的一个图啊 那这个呢 因为不是动画 就跟大家去解释一下 首先的话呢 我们这个EaterCAD呢 需要一个Master 一个Master 一个主战 那这个主战呢 是唯一的 就是说在每一个系统里面呢 只有一个主战 那这个主战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的一个特点 就是说 它只需要一个网卡 就可以去做 因为我们的这个EaterCAD 大家都知道 现在都是全双功的 就是它TXRX是分开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笔记本电脑 它可以做一个 一个GAD的一个Master 一个主战 没有问题 它只需要在这个笔记本电脑上 装一个主战的一个软件 就可以去做成这个主战 OK 那么那么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发送的一个路径呢 因为它这个没有动画 我跟大家反正解释一下 这个TX这边呢 它是这个红点 就是从这个TX出来之后呢 会到这个Slave1 就是这个重战的RX 然后的话呢 就像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动画一样 那到了重战之后呢 你可以进行读 或者写的操作 完了以后呢 从重战1的TX呢 再往重战2的RX 去进行一个发送 然后的话呢 进N个重战 对不对 然后最后到这个 最后一个重战的TX 我们再从原路返回回去 我们刚才讲过呢 这个重战的帧 就是主战发出来的帧 经过了每一个重战之后呢 一定要从最后的这个重战 再返回到主战 去做一个校验 跟一个确认 然后的话呢 收到以后 主战才会发下一个帧出来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工作的一个流程 这个也是为什么 我们只需要一根网线 就可以去做这个 Ethercat这个通讯的一个原因 不需要两个网口 不是一个网线 大家说错了 是一个网口 主战只需要一个网口 那Ethercat的这个技术呢 就是说它是有这个 某种程度上是支持这个热插 热插拔的 就是这个热连接 就是说它呢 如果说相应的端口被这个 移除或者是发生故障 对吧 或者是这个table发生故障 那么它呢 是可以去 不好意思 我跳了一页 它呢是可以去进行自动还回的 也就是说我们 比如说这个图上面 它这个cable断掉了 或者是坏了 那这个主战呢 它会自动的 它不会去 就是说它不会 它当然后面的会报警了 会进行一个叫这个 safe OP 就是安全工作模式去 但是呢 前面的站点呢 是不受影响的 它会自动的从这个slave2 比如说slave2这边 它会自动在这还回回去 也就是说这个网络呢 可以 部分的保持工作 那节点的故障呢 跟刚才那个也是比较类似的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现在不是cable化了 是某一个节点 某一个节点 slave重站化了 那一样的 我们可以从这个 它前面的重站还回 后面的重站呢 就进入这个安全工作模式 当然呢 就是说我们有会有这个 有些工程师会问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 为什么不能给它做一个冗鱼 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 在很多这个场合 需要做一个安全的一个冗鱼 就是说需要这个 Atercat的一个 这个网络的一个安全性 就是说假如说我的一个 就像刚才发生的那种情况 它的这个cable坏掉了 或者被拔掉了 或者是我的某一个重站出现了故障 我希望就是说不要影响 我其他重站的一个正常工作 虽然我们刚才讲过 我们正常的情况下呢 是前面的重站 就是在坏掉的节点之前的重站 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但是呢 可能我们后面的重站 比如说还有很多 那都不能工作了 那有没有办法 就是说只是让那个坏掉的重站 或者是坏掉的cable 那个重站不能工作呢 可以的 那这个呢 实际上只需要再加一个网卡就可以了 就是在你的这个主站上面 再加一个这个网卡去做这个冗余的这个通道就可以了 所以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图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正常的时候呢 TX跟RX也是在正常的去进行一个工作的 但是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TX 它是从这个Mac 1的这个网卡进去之后呢 回到这个Mac 2的这个RX 所以呢这个Mac 2的TX呢 是从这个 它的这边是回到 就是网卡1的这个RX的 然后的话呢 在这个RX跟TX里面的 由这个主站来进行一个调配 来做一个区分 就是说到底是 正常工作的时候的一个状态 那如果说我们在发生一些故障的时候 比如说像下面这样的情况 这个cable断掉了的话呢 那我们的话呢 会自动的从两边分别还回回去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 就是说这个节点发生故障之后呢 我们的这个重站 主站啊 它会从这个 这个图站前的节点 从这个地方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从Slave 2 就重站2这个地方呢 就还回回去了 那我们这边的这个第二个网卡 第二个主站的第二个网卡呢 它也可以从这个从TX这边 然后的话呢 到这个Slave N-1这个地方 它也回去了 所以的话呢 实际上如果说是这个 某一个重站坏了的话呢 我们只影响这个重站 如果只是某个cable坏了的话呢 实际上它只影响 某一个它从下都不会影响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可以很简单的 达到一个冗余的目的 大家如果说做过这个 Ethernet的这个环网啊 就是冗余啊 叫Redundancy 那大家就可能有这个体会 因为在Ethernet里面 如果组成这个环网的话呢 它会形成这个网络风暴 形成网络风暴的话呢 就会导致这个整个网络都被拖死 所以大家都知道 如果说我们要做以太网的环网的话呢 需要做很多协议上的一个工作 是比较麻烦的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做这个Ethernet的这个环网呢 就非常的简单 只需要你在 比如说我们的笔记本电脑 它也可以做这个冗余 我们笔记本电脑通常就有一个网卡 但是呢 你可以通过插入一个USB的网卡 或者是 就是其他的一些 就是Whatever的一些网卡 然后的话呢 你就可以去在 主战上面配置这个冗余的节点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冗余 所以的话呢 它这个实行起来就非常的简单 就不像我们这个Ethernet一样 是比较复杂 那上面的话呢 我们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这个Ethercat的一个重战的 一个硬件的一个架构 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重战 我们刚才讲过Master下面可以挂很多个重战 那我们下面看一下 每一个重战是怎么样去设置的 首先的话呢 我们Master过来的这一个网线 黄色的这个Cable网线进来之后呢 要到这个Slave 这个重战的RJ45的网口 然后的话呢 这个网口的话呢 有可能会自带边压器 也可能是以分离的边压器 然后的话呢 会到这个Fy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Fy呢 就是这个普通的Fy影片 Ethercat呢 不存在这个 它专用的Fy影片 就是用了普通Ethernet的Fy影片 然后的话呢 这个Fy影片呢 通过这个MIA接口 进入到这个ESC 就是这个Ethercat Slave Controller 就是这个 或者我们讲 叫这个Ethercat的 这个协议的核心的控制逻辑 然后的话呢 它的话呢 就需要通过这个PDI的一个接口 这个PDI呢 叫这个Business in Data Interface 就是我们叫过程数据接口 实际上它就是 大家可以理解为 就是从占到这个外部的一个CPU MCU的一个接口 也就是说 你收到这个主战的信息之后呢 通过这个PDI接口 这个PDI接口呢 可以是SPI 也可以是这种并口的总线 你发给这个CPU 然后的话 CPU呢 进行相应的处理 那在这边呢 需要一个E-Trump E-Trump的作用呢 就是去存储 这个ESC的一个数据 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等一下 我们会跟大家再解释一下 那需要强调的的话 就是这个E-Trump是必须要的 这个是Ethercat的协议规定的 而有一些工程师呢 会问就是说 因为他们就这样会看到 就是说这个E-Trump是不是可选的 它实际上呢 不是可选的 是一定要的 下面呢 我们跟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软件的一个架构啊 跟刚才呢 比较类似 就是主战的话呢 需要一个主战 然后的话呢 到了从战之后呢 我们是 还是像刚才一样 它从左到右的去进行提连 但是呢 每一个从战呢 是一定需要一个ESI的一个文件 就是这个Ethercat的Slave Information 这个文件呢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必须要放在这个一方里面的 它有什么用处呢 第一就是说 每一个Ethercat的节点呢 必须跟ESI文件 配合一起来使用 那主战呢 通过读到的ESI文件呢 会与标准的定义 去对比 来识别这个从战 那三个ESI文件呢 可以包括多个节点的信息 这个ESI文件的一个 一个这个定义呢 是在这个ETG 这个官方网站上 就这个Ethercat.org的 这个网站上 你可以去下载 当然这个是会员才能下的 但是这个会员呢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解释过 它是完全免费的 就是说只要是你提供一些资料 跟公司的营业指导 就可以申请成为会员 那么你成为会员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下面的这些 它的这个Spec 它的定义呢 就是它的这个到底是ESI文件 里面的每一个每一项 是代表什么含义 它有这个目前应该是英文 日文的版本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如果说大家需要去了解的话 如果说我们有下载 这个ESI文件呢 其实ESI文件呢 在我们的这个SDK里面 也有包含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你要编制的话呢 也很简单 对吧 你编制的话呢 直接用这个 随便一个这个 XML的一个编辑器就可以 比如说这个 XML的这个Notepad 的Editor 就可以去编辑 大家可以看到打开它 然后的话呢 就可以编辑它里面的一些条目 当然这个条目 什么含义 我们刚才讲过 需要到这个 Ethercat的这个官网 去下载它的这个定义 这个呢 这个Timer文件呢 是在我们这个SDK里面 有提供的 所以大家的话呢 可以去在我们的SDK里面 都可以去看到 大家可不想能不能看到 这个小的字啊 它这个路径 在这个EVB 在925SDK里面 然后的话 是在这个 ESI文件里面 就可以去看到 那上面的话呢 我们跟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Ethercat的通信方面的一些内容 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它的一些这个组网的方面的一些情况 还有它存在的一些架构 那我们来下面来看一下 它通信方面的一些 一些协议上 协议上方面的问题 一些内容 首先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数据报文的一个结构 这个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就跟大家分享过 就是说Ethernet的数据的问题呢 在于它真的利用率比较低 在这种工业现场领域 那实际上呢 就是说我们Ethercat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 它既然是用了这个Ethernet的物理层 就是物理层的File是一样的 那么它的这个数据报文呢 在底层一定是一样的 不然的话呢 这个Ethernet的File就不能识别 对吧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所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第一层就是上面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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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文 它就是一个普通的Ethernet的报文 就是由这个Ethernet的这个同文件 小header 然后的话呢 中间是个Ethernet的data 然后的话呢 后面是Joy码 这个我们刚才讲过 Ethernet的这个帧呢 最小呢 是82 最大呢 是1514 个字节 当然呢 也会有一些巨大帧 就是JumboFile 但是呢 这个我们这边是 就是说就不涉及到 这个那方面内容 我们可以看一下 在第二层里面的话呢 我们是怎么去做的 第一个呢 首先这个里面 这个Ethernet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Ethertype 跟普通的这个Ethernet 是不一样的 这个还记得吧 我们刚才讲过 在Ethernet里面 它的这个type是88A4 然后的话呢 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它的这个 这个Data里面 是包含在这个 Ethernet里面的 就是它这个Data 是包含在 Ethernet的这个 报纹里面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在第三节 再把这个Ethercat的Data 再拿出来分解以后呢 就可以看到 它包含了这个 Ethercat的这个header 它自己的头文件 可能有它的这个DataGram 就是它的这个报纹 那我们再往下分解呢 再把这个包含看出来 它有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Ethercat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机制 就是说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 在第三部里面 这个绿色的 这个Ethercat的这个DataGram 它分解出来之后 到第四部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里面有很多个节点的 包含都在里面 也就是说 一二三 一直到N个同站 也就是说 它是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方式其实非常简单 它但是呢 它通过这种方式 来实现了我们这个 高效的利用率 所以我们刚才讲过 在Ethercat的帧里面 最大的问题 是它的利用率偏低 也就是说 我每发一帧出去呢 实际上 我只有几个字节 是需要用到的 其他的空间 带宽都被浪费了 那我们现在 既然可以这样想 既然是有很多空闲的 那我不如把 就是这个很多个节点 很多个同站的这个报纹 全部把它放到 一个帧里面去 来发送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对吧 大家还记得 刚才我们那个动画 我们主站每发出一个帧之后呢 实际上这个帧里面 是包含了这个 N个同站的这个报纹 然后呢 到了每一个这个同站之后呢 通过一系列寻指 然后呢 数据交换的操作 它会把相应的这个报纹 就是提取出来 就是说 比如说是给第一个同站 要读的 第二个同站 要读 要写的 那么可以看一下 这个数据呢 都是在这个 这个里面 都已经放好的 所以的话呢 当这个从主站的报纹 到达每一个从站节点的时候呢 它只需要去做相应的 这个按地址 去做相应的提取 去操作就可以了 那这样的话呢 就提高了这个 Ethernet的这个 这个Fy物理层的这个流域 因为我们现在把很多的 那个报纹都塞在一个报纹里面了 所以这个呢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也是很简单的一个区别啊 就是大家其实想一想 这个道理非常简单 但是呢 就是说它通过这个方式 是很容易的提高了这个利用率 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每一个以太网 这个每一个从站的报纹的一个 再把它分解开 看一下就在第五步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里面有一个DataGram的header 就是说每一支里面的 还有一个header 然后的话呢 中间就是这个数据了 然后呢 后面就是我们刚才讲 这个Working Counter Working Counter呢 就是刚才讲的最多两个字节 不是最多 就是两个字节的一个教言 我们最后呢 再看一下这个DataGram的一个header header里面包含什么东西呢 第一它包含这个 这个命令跟这个 index的这个16个底策 然后的话呢 有32维的地址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去重点的 去分析这个地址的寻止空间 然后的话呢 后面的话就是一些 这个它的一些数据逻辑上面的一些东西了 那这个后面 我们就不去重点了去看它 那这个报纹的这个概述呢 其实就是我刚才都已经讲过 我们简单再看一下 就是它并没有重新定义新的以太网帧 它是利用了现实的 这种的以太网帧 只是呢 在里面呢 用了一个特殊的帧类型 叫88A4 然后呢 使用这种方式呢 可以直接利用我们现有的这种 这种以太网帧物理层 因为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这个你如果说要新开发一种 芯片的物理层 这个成本非常高 而且的话呢 因为你的用量不一定那么大 你的成本降不下来 但是呢 我们现在用这种方式去复用 现在广泛的这种 以太网的发芯片 那它这个成本呢 是可以降到最低 第二个呢 就是说每一个Ethercat 包含了若干个Ethercat 从占的子报纹 那每一个报纹呢 都服务于一块逻辑过程 映射向的特定内存区域 那这句话比较二口 等一下我们会去跟大家再看一下 它呢是由这个SAMMU 就是负责逻辑地址 跟物理地址运射的集成器 还有这个叫ThinkManager 负责这个ESC和MCU的 一个集成器去定义的 那最大呢是4GB 因为我们刚才看了 它是32位的 那32位的话呢 最大寻止空间就是4GB 然后的话呢 Ethercat的报纹呢 是由这个16位的 这个Working Counter 就两个字节来结束 那最多的最最大 可以到1486个字节 那这个报纹头命令中的 八位命令区呢 是决定了主战队 从这样的一个寻止方式 那么它是独立于物理顺序的 可以对它进行任意的编制 那这其实这这几句话呢 有一点点拗口 写的也不是非常的 就是那么容易理解 那下面呢 我们会跟大家再去做一个分析 首先的话呢 就是这个寻止方式了 就是这个其实大家刚才我们讲的 这个主战的发送包的方式 大家都会去问 就是说这个寻止 它怎么寻止的 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个重战 123456789 对吧 N个重战 那我每个主战 到达一个重战之后 我是怎么样把主战里面的地址 跟我这个重战里面的 这个物理地址 去把它给体配起来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 寻止的这个方式 基本上有三种三大类 一个叫网段寻止 一个叫设备寻止 跟这个逻辑寻止 网段寻止呢 基本上不太会用得到 因为它就是我们刚才讲过 每一个站点呢 它有一个网段 那么就是说 你在不同的网段之间寻止呢 这个也是可以的 但是呢 其实上我们用的非常少 因为我们都是基本上 在一个网段内进行操作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主要要看的是 这个设备寻止 跟这个逻辑寻止 其中呢 这个设备寻止呢 又分为两类 一个叫这个顺序寻止 一个叫设置寻止 那下面有它的相应的英文的 这个示意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 翻译不是特别准确 然后的话呢 逻辑寻止呢 是等一下看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这个设备寻止的 这个逻辑寻止的一个区别 简单的看 这个只是简单的看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过 它有32位的地址 那么在设备寻止的时候呢 它有一个物理地址 就是从地址 跟这个local的memory的地址 去做一个映射 那在这个逻辑寻止的区心上呢 32位地址呢 就是任意编制的 任意编制的 那么它就需要这个FMU 来去做这个 的适配 这个等一下我们都会讲 所以大家如果现在觉得有点 不太理解 这个没有关系 我们的下面 那我们下面先从这个 顺序寻止跟设置寻止开始看 因为这两个是比较容易理解 第一个就是这个自动增量寻止 就是这个顺序寻止 那这个呢 其实大家看就很容易了 就是它是在重战启动的时候 去扫描的时候决定的 它是由这个物理位置决定的 就是它主站去扫描 它扫描的时候呢 这个很容易理解 大家看到 就是说我每一个重战 123456789 对吧 我挨着连下去 我就可以去寻止 那么这个呢 就是很容易理解的 那是一个自动寻止 那是它在扫描阶段 去配置的时候用的 固定寻止呢 也是在扫描阶段去用到的 但是呢 它的这个 可以人为去指定 可以人为去指定 那它这个指定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通过指定之后呢 我第一个重战呢 跑到中间去了 234呢 跑到后面去了 那56789 又跑到前面去了 那这个 这种方式呢 就是由这个人为去指定的 那这种 这个呢 就跟你的物理连接 位置没有关系 因为刚才我们是 顺序123456加上去的 这种寻止方式呢 它这个 在掉电以后呢 它会丢失 会丢失 另外的话呢 它没有办法去做 自动的一个适配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Etherpike的 它最方便的点呢 是它还可以支持 某种程度的热插 也就是说 你可以在 现有的网络中 增加网络 增加节点 或者是减少节点 都可以 那如果说 我们这种去指定的话呢 这个比较麻烦 如果说 站点多了以后 你就没有办法去 一一的去指定 所以这种方式呢 也是用的比较少的 相对来说 比较少 实际上呢 我们最常用的 我们这边也讲了 最常用的是 逻辑寻止 前面的顺序寻止呢 设置寻止 都是在扫描阶段去用的 因为你在扫描的时候 你要知道 主站 因为那个时候 主站并不知道 你下面有多少个同站 对吧 比如说我们刚才讲了 同站最多可以有6万多个 实际上 如果说你比如说 你下面挂了5个同站 还是你挂了50个同站 主站是并不知道的 所以主站呢 需要通过这个扫描阶段 来确定你现在有多少个同站 OK 所以的话呢 那个地址呢 是在扫描阶段会用 那如果我们扫描好之后呢 我们就不用那种方式了 一般是用这种逻辑寻止 因为逻辑寻止的效率更高 我们可以看一下下面这个图 它在逻辑寻止模式下 它整个32位地址空间 都是一个地址值 在网段里面呢 有4GB的地址呢 可以寻止 这个图呢 我觉得还是非常形象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master在前面 那后面我们挂了好多个同站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每一个帧过去之后 我们刚才这个动画还记得吧 对吧 这个动画过来 其实过去之后 每到一个同站 它会把相应的 给当前同站的报文 给它提起出来 进行读或者写的操作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现在的话呢 实际上报文 肯定是从主站到达 这边第一个同站的 就是我这个鼠标的这个地方 我看能不能把那个 指针弄一下 有这个指针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报文肯定是先到这个同站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同站的数据在什么地方呢 它在这个报文的中间 也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没有把它就是 按照这个顺序一去编制 就是说我把它编制到 比如说我可以这么想 我可以把这个第一个同站的报文 放在第一个里面 对吧 第二个同站的报文 放在第二个里面 实际上我没有这样做 我是随意的进行一个编制 这样的话呢 可以提高这个主站 内存管理器的一个编制的效率 还有降低它的这个负载 然后的话呢 到了从站之后呢 由从站的这个FMU 去进行一个地址的适配 去提取出来相应的地址 去进行一个匹配就可以了 所以这样是比较方便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下面要跟大家介绍这个FMU 为什么要介绍这个呢 因为实际上呢 第一个这个是非常 也是比较重要的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讲 它在寻止的过程中 是取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第二个呢 就是FMU呢 在这个我们这个芯片的手册里面呢 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spec 你就比如说 可能就说有工程师会问 那你这个FMU有几个 有什么作用 我们在那个电话系列里面 也写了有三个FMU 对吧 那它有什么作用 它是不是够用 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所以的话呢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个 简单的一个了解 首先这个FMU呢 就是一个FieldBus Memory Management 的一个unit 一个简写 就是现场总线存储协单元 我们简单的理解 它就是用你映射本地地址空间 就是当前重战 跟全局地址空间之间的一个 映射一个关系 然后的话呢 它就是把这个逻辑地址 转换为物理地址 逻辑地址 我们刚才讲过 就是由主战编辑的 这个速GB的地址 然后呢 要把它转换为local 这是当前重战的物理地址 这个大家很容易理解 如果你转换之后呢 你就可以找到相应的 就是你在那个 主战发过来的报纹里面 就可以找到你需要的报纹 然后进行一个操作 那FMU的计存器的地址空间呢 是在get的规范里面定义的 所以这个是由它的核心协议站 去控制的 95%的应用的 三个FMU呢 已经可以满足需求 主要的话呢 是由这个mailbox 就是邮箱 邮箱是去做配置的 然后呢 一个input 一个output 然后呢 它呢 只存在于从战 它是消除了主战中 存储器的管理负担 所以的话呢 主战 我刚才讲过 它可以随意的编制 那编好之后呢 那个东西到重战之后呢 怎么样去 去由重战去 去从这个主战的报纹里面 把这个 自己要的数据 把它拿出来 是由这个FMU去决定的 所以呢 它通常是用于 把这个过程数据映射到主战 所以呢 我们简单的理解 这个FMU就是用来寻止的 我觉得这样去跟大家 去做一个简单的一个理解 就会进行 就印象会比较深刻一点 就是我们用这个FMU 是用于寻止用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图刚才 其实我们刚才看过 就是说 所以呢 它所有的这个从战 都可以使用FMU 把数据映射到 单个数据报纹中 就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个数据报纹 有这么多的从战的数据 那每一个从战 它怎么知道 这个里面哪一帧是我的 对吧 我就需要这个FMU 把这个数据 把它给地址映射出来 然后的话呢 再去把它才能找到 这边有一些 这个简单的动画 反正可以帮助大家理解 第一个就是 从战的物理地址呢 跟这个逻辑地址呢 是在这个 由FMU来做映射的 就是由它来去做 这个地址的一个转换 我们这边一个动画 比较简单了 就是我们的地址过来之后呢 到了从战之后呢 有FMU去做一个匹配 找到相应的地址之后呢 它去把这个匹配的地址里面 去把这个数据找出来 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所谓找出来 就是插字跟提取 就是读跟写的意思 所以这种模式呢 特别适合周期性的过程 数据交换 就我们刚才讲过 因为你要利用 Ethercat的这种报纹的 这种集中化 就是因为你一个帧里面 有好多个同战的报纹 那我怎么样才能把 你自己的报纹找出来 那就需要这个 寻止的一个 高效的一个寻止方式去做 那这个图呢 跟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FMU的一个设置 在Ethercat里面 Ethercat的这个 Tuncat的这个主战里面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才能有一些 12345678的这个东西 点开这个同战 然后的话呢 到这个Ethercat 然后的话呢 再点开这个Advanced高级 然后在这个FMU的 这个设置里面 打开这个Edit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打开这个 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个output 对吧 它是我们刚才讲了 它的这个type 它是input 还是output 然后的话呢 它的逻辑地址 就是在什么地方 这个就是主战分配的地址 那它的物理地址是什么 就是local的地址是这个 那么它呢 就是通过这两个地址 怎么联系起来呢 就通过这个FMU 去联系起来的 所以这个呢 可以跟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它的一个设置 在什么地方 那下面一个呢 我们就紧接着 继续去想这个过程 就是说第一步 我们刚才讲了 我们是通过这个 寻止的方式 FMU去把这个地址找到了 那找到之后呢 我们下一步就是要交换数据 交换数据怎么弄呢 就是由这个ThinkManager 去做的 就是我们ThinkManager的作用呢 就是去管理这个DPRAM 然后呢 去确保主战跟重战 之间的数据一致 那我们把它 想着再白化一点 就是说它就是用来交换数据的 就是说我们 所以我们这个逻辑非常清晰 就是FMU来负责寻找地址 那ThinkManager呢 来负责把这个相应的数据 把它同步进去 就完了 那这个ThinkManager呢 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邮箱 就mailbox 或者是缓存 就是buffer的这种模式 那这个邮箱呢 是用于这种 非过程数据通讯的 其实呢 就是我们简单理解 就是用来配置的 就用来做这种命令的 就是用来做这个mailbox 那它是在单缓存模式下工作的 那我们这种缓存模式呢 这个名字形得不太好 它叫缓存 那其实这个缓存模式呢 就是它是用于这种 真正的这个应用的 这个过程数据交换 就是这种实施的数据 那它是三缓存的模式 就是它有三个 三级缓存去做 进行一个实施的一个交换 那最多呢 可以有16个ThinkManager 它的配置呢 是从这个0x0800开始的 那这个ThinkManager 这个邮箱呢 我们会有一些介绍 这个反正跟大家看一下 我估计可能大家了解一下 第一呢 它是用于配置的 第二个呢 它是可选的 但是呢 一般都会用 那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这个通信 是全分工的 就是说从站 也可以跟主站发起通信 因为你在配置阶段了 它有两个ThinkManager 叫做Sm0跟Sm1 0呢就是主站到从站 1就是从站到主站 那实际上我们还有两个Manager 是ThinkManager 是Sm3跟4 那那个呢 就是在这个缓存阶段去用的 就是说它实际上 其实很清楚 因为我们在手册里面 也会写到 它有四个ThinkManager 那大家可能就会去想 这个ThinkManager 是干嘛的 我们这边 就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ThinkManager 0跟1 是用于这个配置的 配置呢就是这个邮箱的方式了 那三根性呢就是用于这个缓存的 那缓存就是用来发送这个实时数据的 OK那所以的话呢 这个我们就大家看一下 这个邮箱是单缓存模式 所以在写入新数据之前呢必须先读 那缓存呢是有三个缓存区 它可以保证数据传输一致性 因为我们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实时性的数据是要求比较高的 它不像这个配置对吧 配置的话你可以晚一点配置 或者是你配置的时候 不是那么实时性高也可以理解 但是呢如果一旦我们开始这个实时性的通信 我们一定要保证它的这个最新的数据 OK所以的话呢 这个缓存呢是用于主战跟重战之间的 过程数据交换的 这个设置呢在什么地方 反正大家看一下跟刚才差不多的地方 只是在下面这个地方会有这个区别 它是在这个ThinkManager 然后的话呢打开这个Edit Output对吧 然后的话它有Buffer 大家可以看下你选三的这个地方呢 它就是这个缓存的就是交换数据的模式 如果选一呢就是这个Mailbox OK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是读还是写 然后的话这个这个是output的这个input的对吧 这个都是去用于这个去做这个实时数据交换的 然后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单缓存的一个模式 单缓存的模式就是这个邮箱呢 就是这个只是一个跟大家看一下 这个有一个图跟大家去理解更容易一些 就是说我们在读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邮箱是空的 那你肯定读不出来 它会fail 那这个working counter等于零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讲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邮箱是单缓存的模式 那如果说那也怎么样呢 我们要先给它写进去 写进去之后呢 那这个Mailbox满腹 就是写好之后呢 它会successful 然后的话呢我主战再来读才能读到 所以的话呢读完之后它又空了 所以的话呢 其实这个图呢也很好地表示了这个单缓存的一个工作 一个过程这个其实大家都能理解啊 这个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这样一个邮箱的一个工作一个模式 那我们这种三缓存的模式呢 就是它有三个这个不同的这个缓存呢 就是我们可以去看到它的这个交换的一个模式 我们从A开始呢 这个user的data呢就是被读走了 读走了之后呢 我们这个刚才还在第一个缓存里面呢 你就会被夺到第二个缓存里面 然后的话呢 在第三个缓存读走之后呢 我们这个第一个缓存又过来了 所以呢 它会保证这个最新的数据始终在前面 然后的话呢会有效地提高这个效率 它是用于这个实施的这个通信的 那上面这个呢就是这个working counter working counter的话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保证它 就是读写成功的一个机制 刚才我们也讲过 它是在这个get的真的最后一个字节 两个字节 这个技术系呢 其实工作原理也非常简单 我们这边跟大家去看一下 大家就明白了啊 它的有三个规定 第一个呢就是说如果读成功呢是加一 写成功呢是加二 那又读又写呢是加三 所以的话呢 重战呢将会以硬件的方式使这个技术系递增 那我们刚才讲过主战一扫描之后呢 就知道有多少个重战 对吧 那比如我们下面这个图 那么主战扫描之后知道有四个重战 那我们主战要发的命令呢主战也知道 比如说我主战现在要对这四个重战进行两个写 两个读 一个读 一个读又写 那根据我们刚才这个规定 那我写两次呢 读两次呢就应该是二 我再写一次呢就应该是加二就是变成四 那我读又写一次呢就应该是七 所以呢我主战就预期 预期我这个发出去之后 回来之后呢这个working content 应该变成七 所以的话呢大家可以看一下就很简单 就是我第一个play我读了一次加一对吧 再读一次第二个重战读一次加一 第三个重战我写一次加二 那第四个重战呢我又读又写加三 那最后就变成七回来了 那我们刚才讲过这个报文都会从这个第一个重战 到最后一个重战再回去的 那所以的话呢主战一对比 我觉得它会是七 回来之后呢它确实是七 那我就知道它已经成功了 所以的话呢如果说如果说我这个重战 这个回来的working content不是七怎么办呢 不是七的话呢我当然就会认为它这个读写有失败 会失败的话呢它就会重新去操作一次 所以这个是它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机制 可以保证它的一个数据有没有得到处理 那这个working counter呢也很容易看 我们在这个tinkan的里面可以看到 它在这个下面左下角有一个这个working counter state 在这边就可以看到 如果是零的话呢就是valid data valid就是成功通信了 如果是一的话呢就表示没有成功通信 如果是一的话呢肯定就表示你的这个网络有问题 是可能是协议上方面的 也可能是硬件方面的 所以需要去排查 然后的话呢我们下面跟大家去看一下这个状态机 因为这个状态机呢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easter guide的这个 不管是在评估版或者是自己的版出来以后 我们都会去有一个问题 就是需要进入这个op 就是最下面这个状态叫operational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板子没有进入op呢 就表示一定会有什么问题要去排查 那我们这个工作模式呢 因为是有etg的规范定义的 那进入每一个模式呢都会有它相应的一个定义 就是它在某个阶段它有哪些是在工作的 所以的话呢跟大家去分享一下这个状态机的一个状态 让大家去知道就是我们每一个状态机它当前的状态 还有就是说可能在某些地方有问题需要去排查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叫初始的状态 就是这个initiate 那这个状态呢就是它在应用程式没有通信的 那么也没有邮箱通信 也没有过程数据通信 只是呢它这个时候它这个网口是可以通信的 那我们从这个initiate呢转换到这个preop 就是这个预工作的状态的话呢 它就是主战开始配置了 刚才我们讲过它配置地址跟这个think manager think manager 0跟1是用于邮箱通信的 对吧 所以它这个时候呢要进行这个邮箱的通信了 然后的话呢主战要请求像这个preop 就是它会让这个重战进入这个preop 然后的话呢重战要去检查这个邮箱 是否随时发现去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这个重战 现在已经进入了preop 至少呢我们知道它这个硬件的连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时候邮箱就think manager已经在工作了 那从这个preop的状态 如果进入preop呢就是我们刚才看过 就是邮箱呢已经进入了这个已经开始有邮箱的通信 然后的话但是呢没有过程数据的通信 也就是说这个时候配置是可以的 但是呢数据还通不了 那下一个下一个步骤呢 就是我们要从这个preop到这个safeop 那这个时候呢就是主战呢就要求为这个过程数据 来配置think manager跟smu通道了 我们刚才讲过这个sm0跟1是进行邮箱的 那sm2跟3呢就是进行这个过程数据 实施数据通信的 所以的话呢你要到preop你要到safeop呢 就要进行这个sm2跟3的通信了 然后的话呢主战请求向safeop转换 那从再来会去检查这个think manager配置是不是正确 如果说主战发布发出了这个同步的这个请求 那要检查这个DC始终的设计非常是否正确 那这点呢也是很有用的 因为有的时候如果客户开启了这个DC的始终之后呢 有可能再进入这个safeop呢有问题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呢就是说你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请他先关掉这个DC 再进一次看行不行 因为有可能这个DC始终会引起这个进入safeop的一些问题 所以呢大家看了这个之后呢就可以去排查一下 我从这个freeop到safeop如果失败可能是什么地方有问题 那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这个sm2跟3配置有问题 第二个呢有可能是这个DC始终有问题 这个是我想这个是跟大家去分享这个状态机的一个目的所在 那如果我们进入safeop之后呢 实际上已经接近成功了 因为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从占的这个应用程序呢 已经可以接收数据了 为什么叫safeop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叫安全状态 就是说我现在只能接收对外的数据 但是呢我不能对外输出 因为呢担心还没有完全配置正确之后呢 我会输出一些错误的数据 把这个其他的从占或者是把主占给它拉死掉 这个有可能 所以的话呢我不让它输出 那这个叫安全状态 那最后呢就是我要进入到工作状态 就是到op的话呢 就是发主占要发送有效的数据 那这个主占呢要请求向这个op转换 转换成功之后呢 就是说我这个时候呢 我的从占就是又可以读又可以写了 也有这个过程数据通信就完全正确了 为什么我们就说 为什么要让它进入op呢 进入op之后呢 就表示我这个主占到从占的这个各项配置 还有这个过程数据的这个通道配置都已经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下一步就是需要我们进行一些应用整体开发了 比如说你用这个数据 是进行一些这个电器的一些开发 或者是进行一些传感器的一些 IO的一些切换等等 都是可以去做的了 如果说你还没有到op 那就说你前面的这些配置 还有你的这个基本的数据提取 还有这个读写 还有问题 那我们就需要继续排查 所以的话呢 通常来讲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要 如何在一开始的时候进入这个op 最后呢 有一个这个bootstrap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灰色的这个小框 这个bootstrap呢 大家一看这个名字就知道 它是在这个更新固件时候用的 那基本上呢 在我们正常时候呢 是不会去用的 但是呢 有时候也会用 就是在更新的时候 那更新的时候 它只支持这个FOE 就是fire over Ethernet EtherCAT的这个传输的时候用 就这个是一个特殊状态 一般的情况下呢 用不到 而且大家从这个状态机可以看到 它只能从这个initiate 直接进入bootstrap 它不能从op到bootstrap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区别 下面的话 我们就跟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分布式始终 因为就是说这个分布式始终呢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因为那个我们刚才也讲过 很多客户呢 用 EtherCAT呢 它实际上呢 不用分布式始终 因为这个等一下 我们在一些图里面 也会跟大家去分享 就是比如说 它做一些简单的IO的一些控制 一些开关 它肯定是不需要分布式始终的 但是呢 实际上你要达到这个 EtherCAT的这个高性能 就是这个非常低的这个同步时间 它一定需要这个分布式始终 所以这个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 就是说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也有不少客户 它就是盯着这个DC来的 我也看到 有的时候比如说 我去问客户 他在调试 他进不了OP 那我问他 你有没有开DC 那他有的时候 他会直接跟你说 他说我当然要开DC 我如果不开DC的话 我为什么要用 EtherCAT 对吧 所以有部分客户呢 他也是盯着这个分布式中的 高性能来的 所以的话呢 这个是有不同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EtherCAT的同战的一个同步模式 它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呢 就是这个叫FreeRub 就是实际上是没有同步的 那它呢 是基于自己的 每一个同战 基于自己的时钟进行工作 它呢 是没有跟 EtherCAT的通信周期同步 那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SM的一个同步 那这个呢 是由ThinkManager的一个输入输出的一个事件同步 那这个呢 是有Gital的一个同步 这个呢 我们等一下会去跟大家去通过图来看一下 然后第三种呢 就是这个DC 就是这个Distribution的一个分布式时钟同步 那它呢 就是一个 我们目前能达到最高的一个精度的一个同步 它是由这个Think时间来同步的 那就是同战的需要跟DZ时钟系统 产生的这个Think0或者1来同步 那这个呢 就需要来补偿这个一些时钟的一个补偿了 就是包括这个距离的补偿 Cable的补偿 这个时钟的一些补偿 那这个呢 就是跟这个第二种SM同步的一个区别 那它可以消除很多cheater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页的这个图啊 就是这个自由运行的这个FreeRun FreeRun的话呢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第一个呢 这个MCU跟这个ESC就是这个重战 比如说这个9152 那么你需要接什么信号呢 就是比如说数据信号地址信号 就是这个SPI 或者我们叫PDI接口 就刚才有那个有朋友在问的 就是这个是 不管你是8位也好 16位也好 SPI总之就是要 他们要互传数据 然后的话呢 然后的话就没了 这个时候你不需要Think信号 也不需要这个SM的这个 这个讯号 那这种应用呢 为什么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我们就说 既然是这种方式 大家可能感觉一些 看着没有特别的一些优势 像其实上呢也是也不是这样 因为EazCAD呢 它作为一个工业现场总员 它有 它除了这个 就是实施性很好之外呢 它还有很多这个 就是这个工业现场总员 本身应该有的一些特性 我刚才就 我之前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 第一呢 它的这个主站 从就是这个组网非常方便 对吧 就是这个 你比如说在一些工厂里面 你比如说一些输红机床 就比如说这个举例的应用 像这些这个温度传染器 新放的一些指示灯 或者是一些开关 那你在这个输控器床上 你比如在工厂里面 可能距离不定的对吧 可能有几十米的 可能有几米的 这个都有 那你想你用EazCAD的这种 双脚线去组网就非常方便 那它最短的距离呢 可以是在 几米了 就无所谓 长的话呢 像我们的File 最多实际上 以太网规定是100米 但实际上我们的File呢 可以跑到120米到150米也可以 所以的话呢 这个组网非常方便 而且我们之前讲过 它支持热插板嘛 比如说你现在外面有五个机床 可以 那么你再加五个机床 那也可以 它很灵活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它是光纤 你说你如果说 你比方说你的这个 就像我之前讲一些 做那个风力发电的一些应用 对吧 它的那个室外的以前 他们可能用一些 要用那个光纤的这种服务器 去搭建 那个其实成本是比较贵的 那实际上你放用 我们这个9152之后呢 它第一的话 直接这是光纤 你可以用这个买这个光波块 用光纤就可以跑 另外的话呢 你去同步各个站点之间的一些数据 去读取一些 比如说温度传感器这个常用的 那是很方便的 所以的话呢 实际上这个出货量还是有不少的 有不少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时序图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啊 就是我们下面上面是一个主战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cycle time 就是每主战每发一帧之间的 这个距离是这样的 然后的话呢 下面的话呢 是每个同站的这个free run 那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这个output就是比较随意的 就是根据自己local的时间来判断 就是这样的 就是这个输出时间呢 就是说这个大家可能现在不是特别理解 我们下一面看一下另外两个图就能理解了 就是说我从站收到主站的这个frame之后呢 这是没问题的 我肯定是在他这个下一帧之前收到了 因为这个第二帧一定要在这个第一帧 就是说发到最后一个从站 并且回去之后他才会发第二帧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从站这个处理的这个时间是不定的 因为就是说就像刚才有我们在问的 就是说你的这个 比如说你用的这个总线速度比较慢 或者是你的CPU现在就在处理别的事情 那可能就是说这个实质性不够 对吧 比如说你现在你要发这个execat的这个output 但是呢 实际上你又被其他事情给delay了 那就这个就可能导致你每个同样之间的 这个这个数据是比较比较凌乱的 但是呢 它还是会有基本的同步 就好比我们刚才举例 你如果是一个温度传感器 可能说你不能达到这个几个毫秒的同步 那可能是你是几十个毫秒的同步 实际上这个也是可以可以完全可以接受的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过 如果说你光你只用这种这种free run 可能不能满足很多这种需求 那实际上呢 我们有这种叫SM同步 SM同步呢 就是在刚才的基础上呢 会增加一个IRQ 就是这个一个中段的一个输出 那么有这个中段输出呢 就可以来触发这个同步的一个实际应用 那它的这个东西呢 比如说我们也举个例子 像这个PSC控制的驱动应用 它没有特别高的精度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但是坦白讲呢 这种模式呢 用的呢 不如刚才的那个就是那种free run 还有DC多啊 这个是属于比较中间的一种应用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实际图啊 我们看图可能了解更精确 主战还是像刚才一样的 每隔一定的cycle time 比如说一毫秒 那么它在发动这个frame对吧 然后的话呢 每一个同战 它会收到这个主战的这个针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蓝色的 就是这个叫或者是什么灰蓝色的这个这个针 这个肯定是根据这个你的位置相关的 对吧 因为我的这个针肯定是从第一个同战 到第二个到第三个到第四个啊 所以的话呢 这个针的时间呢 肯定是随着这个cable的延长 然后呢 随着这个站点的增多 肯定是越来越越往后的 这个没问题 然后的话呢 我就会有一个这个SM的event 就是这个IRQ出来 IRQ出来之后呢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的这个output 它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第一个同战 收到这个数据之后 我不是马上就把它发出去 你比如说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现在有四个电机 对吧 四个电机需要同时控制 一个手臂 达到一个精确的动作 那我第一个从这 第一个电机收到动作 收到这个数据之后呢 我准备好了 但是呢 我这个数据也发给这个MCU了 但是我MCU呢 并不去触发最后的IO 我要等到就是说 这个针回去之后 然后的话呢 这个主战把这个 就是把这个IRQ的信号发出来之后呢 我再去输出这个valid 就是这个在输出 所以的话呢 我这个输出呢 其实是有一些 这个有一些抖动 因为会有些延迟嘛 不同的这个延迟 因为它没有精确的 去对这个时间 对这个站点之间的距离 对这个站点的个数进行补偿 但是呢 就说这个同步呢 毕竟是有了一些同步 它会有一些这个同步的这个在里面 所以像我刚才讲的这种方式呢 应用的不是特别多 因为它呢 你说它同步呢 它又没有DC那么精确 你说它 如果说你不需要同步呢 你可以用free run 所以呢 总体来讲 这种用的就不是很多 但是呢 这种方式 它的这个特点跟DC 已经非常像了 就是说我的数据收到之后 我先hold住 我先不发 我要等到一个出发信号之后 再来发 这个出发信号呢 就是我们前面发的这个IRQ的这个中段 那实际上呢 就是说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这种方式呢 其实它不上不下的有一些问题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这个EtherTed的这个核心的一种同步 叫DC的一个同步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讲了 有这个IRQ IRQ还是要用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think信号 think信号呢 就是由这个重站 是通过硬件去出发的一个信号 那我们来看一下 那这个就是用的最多的 在这种多轴四部电机上会用到的 这个这种方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持续图 可能大家就会更清楚一点 首先的话呢 就这个跟刚才比较类似 首先就是我们这个frame 主站发出来的这个frame 还是从那个根据顺序 对吧 1234各个重站 我是按照顺序 因为有物理延迟嘛 有Pable的延迟 那么发到了每一个这个重站上面 然后的话呢 重站呢 也根据这个sm event把这个准要准备好的这个IRQ 要把这个相应的数据也准备好 发到MCU里面了 那根据刚才的话呢 我们有这个sm event就是有这个IRQ中站出发以后呢 我这个数据就出去了 对吧 出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些计调 有一些不同的不停的这个相应之间会有一些时间差 有些抖动 那怎么办呢 这个很简单 我们现在呢 就是说我们你现在有了这个IRQ之后呢 你仍然把这个数据hold住 对吧 第二个数据 第三个数据 第三个重站 你还是把这个数据hold住 你什么时候才来把这个数据输出呢 你要等到这个Sync信号生成之后 也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这个Sync信号在什么时候生成呢 它会在这个最后一个重站 就是个主张的针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重站再返回之后 然后后来它会通知这个第一个重站 会去生成这个Sync信号 那这个Sync信号呢 会再把这个Sync信号出来之后 再发给每一个重站 那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准备好的重站 你刚才不是已经收到主张的数据吗 你再在这个Sync信号的这个触发的同时 把这个数据发出去 所以的话呢 有这个Sync信号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输出的这个同步 是非常非常精确的 就是说至少是在我们工程的这个领域上来 还是非常精确的 因为它呢 就是说基于基于这种Sync信号的机制 可以保证你每一个节点 在这个相应的同位时间触发数据 它不管就是说你第一个重站 可能很早就收到了这个数据对吧 因为你离主站最近 你的KB最短 那你肯定最早就 有可能你的DPU性能也好 那有可能你的这个数据很短就准备好了 但是呢 你不要发出去 你要等到这个数据到最后一帧之后 那么主站通知你的这个Sync信号发来之后 你再去发送数据 所以呢 其实这种机制 它可以保证这个 同意每一个重站之间 同一个节点的一个输出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非常重要的特性 我想这个图呢大家可能就会看得很清楚啊 就是这个Sync信号的一个重要性 就是说我每一个主站的输出都依赖于这个Sync信号 那我们对这个Sync信号呢进行一个总结 就是说因为实际上这个图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啊 就是说以我的经验来看 跟客户去展示的时候呢 那他们的工程师呢都会很感兴趣 那如果说当然前提是他可能不是非常了解 如果他很了解的话 当然就就没有这些问题 他可能就会问就是说这个Sync信号看起来很好 但是他会不会说要求我很高的一些这个硬件的一些开销 软件的一些开销 或者是一些很麻烦的一些一些配置啊 或者等等才能实现 这是他们担心的 因为这个性能很好 那就是说大家都知道 好的性能一定意味着一些这个复杂的一些功能 或者是一些复杂的一些操作嘛 因为没有平白无故的一些好的性能 实际上呢恰好的XCAT呢 他对这块处理是非常好的 这个也是XCAT的一个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他的这个DC控制呢是由他的这个硬件 还有他的协议站去处理的 他不需要用户的干预以及软件的开销 这个所谓的不需要软件开销 那是不需要用户级别软件开销 实际上他在主站这边是有很多的一些软件的开销 另外呢他不需要这个特殊的这个现场同步的总线卡 就是说有些现场总线他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同步卡 对吧这个大家也见过 那他需要这个时间同步卡来控制这个每个节点的一个同步 那这个呢也是不需要的 不需要的 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一下他这个DC系统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第一个他要去测量这个传播的原始 这个是由主站去测量的对吧 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主站才知道有现在有多少个重站 并且呢他可以根据重站的数量 根据现场的长度 还有就是这个动态的网络来 来测量这个偏移的时间来进行补偿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你重站是没有办法去补偿的 因为你每一个重站你是不知道这个你后面的这个重站的数量啊 你也不可能知道这个传播的延时对吧 因为你每说到一帧的这个这个这个延时是什么样的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参考时钟相对于主时钟的一个偏移补偿 这个也是在起同期间完成的 第二个第三个就是重站相对于参考时钟的一个偏移补偿 就是说系统时钟开始的时候呢 你本地肯定有一个 就本版肯定有个时钟 那这个时钟呢可能它的值不是完全同步的 那最后这个偏移跟校正的这个补偿也是一样的 就是哪个重站正当期呢 它也会有一些偏移它会进行补偿 那这些这些算法呢都是放在主站里面的 所以的话呢我们的重站不需要做任何的操作 这个Think信号呢也是由主站 经过这些计算之后呢直接发出来给用户用的 所以的话呢这个DC非常的容易实现 就是说它怎么实现呢 就是说它你只需要在这个主站里面打开DC的功能 然后的话呢你在走线的时候 我们刚才看过你必须要把这个Think0 Think1的信号给它接出来 然后的话呢你在你的程序在输出的时候呢 参考这个Think0的这个出发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实际上它的这个高性能反而来讲呢就是说实现起来是比较容易的 那这个也是我们就说很多用户啊很多工程师非常喜欢的一点 这个也是我刚才讲的是EaseCat的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竞争力 那它的一个网络典型的走动值呢大概在100个纳秒左右 所以的话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抖动也是很低的 这个等一下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波形来跟大家去看一下 那DC的一些常见用途呢 这个我想这个大家就可以自己去发挥了 第一个是可以同步的去输入出去 对吧或者是你去做这种各个同步电机的一个 同步的一个输出 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有赖于这个DC信号的一个精确的同步 那下面的话呢是我们的一个虚拟演示啊 因为这个本来是有板子可以给大家演示的 但是呢因为现在这个实际情况 我们也只能就是说通过一些波形跟大家去演示 大家当然就是说这个演示需要的这个板子 还有这个主战就一个电脑 Tink0的这个都非常容易 所以的话呢如果大家感兴趣 我想也可以去自己去测一下 是非常容易的 你只要有一个试播器 我想就是几分钟 十几分钟就可以搭建这个环境去测试 这个呢实际上是很有对大家很有帮助啊 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配置很简单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用一台电脑去装一个这个Tinket 对吗这个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 Tinket呢是一个主战软件 那么装上之后呢你的电脑就变成一个主战 OK那的话呢你拿两个EVB就是我们有这个925的评估板呢 就是说你不管用什么评估板都可以啊 因为这个我们这个是个简单的演示 只是看一下这个Tink信号而已 就是你把它接起来 那这个这个配置我想非常简单 大家都只要了解都知道 就是你第一个网线电脑的网口接到925的IN 然后925的OUT再接下一个925的IN就可以了 对吧现在只需要两个网线 所以是很容易去搭这个环境 那这个是我们的两个板子 一个是这个HBI的板子 一个是带CPU的 一个是不带CPU的 就右边这个是Digi的IO 它不带CPU 所以那这个演示呢 它跟这个CPU也没有关系 它只是依赖于9252本身的一个 Sync的特性 刚才我也讲过 它是跟这个系统的协议有关系 那这个呢会更清楚一点啊 左边的这个板子大家可以看一下 下面是9252 上面是一个Pixar的MCU 右边的话呢 就是一个9252的一个芯片 那上面呢会有些IOR LED的 可以去共主战控制的 所以呢这个我想这个环境非常简单 那下面就是这个一些波形 那我想的话呢 今天的这个跟大家的分享呢 其实呢就说有一些比较多 关于理论的东西 我相信呢 大家可能就说今天能听一下 然后的话呢 实际上呢 后续呢 可能不一定记得非常清楚 这个也非常正常 就是说我们的想法呢 就是说今天呢 但是我希望下面的这个波形呢 大家认真地看一下 因为这个一个是波形呢 它肯定是图形比这个文字 要给大家的印象更深刻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说其实这个波形呢 对大家理解这个Ethercat的协议呢 非常有帮助 所以呢如果大家今天听完这个课呢 把这个波形 就是说你在脑海中有比较深的印象 我想呢就说应该是 大家还是很有收获的 或者是对这个Ethercat的这个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波形 这个波形有分几个东西呢 第一我们刚才讲了有两个板子 对吧 两个板子的话呢 我们就有这个两个Sync信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字稍微有点小 但是应该能看清楚啊 上面这个蓝色的 这个是这个DigitalIO的 这个第一个板子的这个Sync信号 这个绿色的呢 是这个HBI的这个板子 带CPU的板子的Sync信号 那下面的这个黄色跟红色呢 是它的一个输出 我们就不要去暂时不管它 那这个图呢 这个这个10毫秒呢 是指的这个Sync time 这个Sync time 那这个Sync time呢 大家可能看到下面这个 画的这个黄色的这个输出上面 其实大家不要看这个 这可能有点误导 但是它们实际上是一样的 我们要看的是上面这个Sync信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Sync信号 Sync信号是怎么样呢 它是平时是高电频 然后的话呢 等到要输出的时候 要触发的时候呢 它是一个一个D的一个脉冲下来 所谓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Sync信号之间的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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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差 就是这个主战的一个cycle type 这个我想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你每次要Sync的时候一定是 就是说你要每次要Sync的时候 一定是主战发出来的这个针 已经从第一个重战到最后一个重战 已经发完之后 它再回去之后 然后主战再通知那个第一个重战去 就把这个Sync信号发出来 所以的话呢 你每发一次Sync信号 大家可以理解 就是说我其实实际上每次这个针 就是从这个主战已经回到了重战 所以的话呢 它是一个cycle time的一个概念 就是因为我们Ethercat 它是不停的在从主战发出这个周期性的 把针发出来到最后一个重战再回去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个Sync信号是一定在发出 发完最后一针 就是走完最后一个重战之后 回去以后才发的 所以呢这个是一个cycle time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这个板子设置的cycle time 比较长是10毫秒 通常来讲客户的应用应该以1毫秒去多 再小的也有 但是呢 不是太多 所以呢这个Sync信号 大家我建议大家也要有一个印象 它是这样的一个波形 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测量Sync信号 就知道当前你的这个cycle time是多少 那第二个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Sync信号 我们刚才看过这个Sync信号 我们先回来第一个 大家可以看这个Sync信号呢 在这种这种直播性的尺度下呢 大家可以看它基本上是同步的 但是呢实际上呢 我们刚才也讲过 它肯定会有抖动 因为这个Sync信号呢 毕竟是由这个我们这个始终补偿之后去触发的 那我们这个Ethercat呢 它也不是一种理想的一种技术 它肯定会有实际的抖动 我们看一下 如果我们以第一个Sync信号为触发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这个的抖动 大概有多少 它大概是27.2个纳秒 那我想呢这个这个抖动呢 应该是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 因为一个纳秒式的抖动呢 对我们很多应用来讲呢 是可以忽略的 但是呢这个大家仍然要注意 就是我们这个两个Sync信号之间 你如果把它放大来看 以一个为触发的话呢 另外一个会有一些抖动 这个是一个抖动 那第三个的话呢 就是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SoC输出的一个延时 我们现在回到这个这个Sync信号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Sync信号下降延在触发 对吧 触发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DigitalIO 因为是第一个板子 就是黄色的这个信号 它它率先输出了 因为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输出信号是依赖于这个Sync信号 触发的时候 它才输出的 所以的话呢 现在这个Sync信号同时在输出发 那理论上呢 我们两个SoC呢 就应该同时去输出这个信号 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一下 第一个这个叫做Fixed Delay 就固定的这个延迟 有大概1.75微秒 就是说因为这个是由线来带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你两个重担之间 你是有这个PJ 有这个网线嘛 那个网线的长度 它一定会带来一个Delay延迟 这个是可以理解 那第二个延迟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红色 这个紫红色这根线之间的这个抖动 那这个抖动呢 就是它一个固有的一个延迟 抖动 那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前面这个1.75微秒的这个延迟呢 就是很好补偿的 我们把这个时间往前调一点就可以了 但是呢 这个抖动呢 是没有办法补偿 所以呢 我们看下一页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固定补偿的 这个稍微补偿一下 它就可以重拾输出了 但是呢 这个抖动是没办法补偿的 抖动没办法补偿 那这个抖动呢 是有什么产生的呢 那这个呢就是因为这个CPU在处理协议站的时候 它会有些延迟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你的这个PDI接口 你不管是这个16位8位 或者SPI或者SQI 它总会带来一些延迟 所以的话呢 这个抖动要优化呢 有一些办法呢 主要的就是去优化CPU的性能 你选用高性能的处理性 你把这个 比如说SQI的这个速度 我们把它提起来 比如说跑到50M以上 那这个抖动呢 会显著的减小 但是呢 仍然是会有的 这个是没办法消除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用这个实际的波形呢 就跟大家去看了一下 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输出的一个 一个一个情况 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我们基于这个SYNC信号 然后的话呢 可以去达到这个 就是不同的版 不同的重战 我们这边只有两个重战 大家可以看到 它重战的输出 这个黄色跟红色 是可以达到同时输出的一个目的 当然它会有些抖动 这个抖动是我们讲过 是没办法去消除的 只能是想办法减小 所以的话呢 大家从这个波形 就能够理解我们这个SYNC机制的重要性 就是说 只要就是说我们在CPU 每个重战的MCU在输出的时候 一定要根据SYNC信号来出发 才来去输出 这样的话呢 能保证它的一个精确的一个同步 所以的话呢 这个测试呢 实际上很简单 我刚才也讲过 大家也看到 你把这个环境搭起来之后呢 你用伺服器去点这个SYNC信号 跟你输出的这个设置的IO输出就可以了 是比较好验证的 大家感兴趣呢 我想也可以自己去测一下 因为这个苹果版 我相信可能大家都有 都有 那下面呢 可能就是最后两部分了 第一个呢 是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Lens 9252这个芯片 其实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比较熟悉 所以我们也对这一部分呢 我们稍微快一点 我们跟大家讲一些 就是说比较重要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FMU跟Think Manager 那这个呢 就是说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就是说很多工程师他会问 就是说这个FMU跟这个Think Manager 是有什么用 那这个刚才我们的课程里面 已经跟大家解释的很清楚了 那Think Manager呢 就是FMU呢 是用来寻止的 Think Manager呢 是用来同步的 同步数据的 所以的话呢 就是说是三个跟四个 那这个呢 数量呢 确实呢 比那个ET200的少一点 那就是刚才我也讲过 可能工程师会问 这个够不够 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解答了 就是对95%以上的应用呢 都是够的 那实际上呢 就是说我们新的一些 后面会出来的芯片呢 它会增加到 跟那个贝福的芯片 ET200是一样的一个Think Manager 跟FMU 所以的话呢 这个呢 也不是什么问题 然后的话呢 就是它吃光口 这个是一个 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特性 就是我刚才也跟大家提过 一些典型的应用 比如说一些风力发电站 那么这种距离需要非常远的时候呢 这个光口呢 就是非常方便 第三个呢 就是说它支持这个扩展机的温度 可以到105度 这种应用也会有一些 那这个是我们9252的一个框图 那这个我相信大家都见过 我们简单讲 就是看一下就行了 它是集成了两个FID 那集成了两个FID 然后的话呢 这个PDI的interface呢 就通过SPIO 这是CUE八位接口 接到外部的MCU啊 FPGA啊 DSP啊都可以 那这个9252的这个PDI接口呢 就是说它有两种模式了 第一种就是一个叫DGIO的模式 就是它外面没有MCU 那我们只是使用自己本身提供的 16个数字IO去做一些控制 就是这个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做一些开关啊 LED啊 这个是可以的 如果说客户有这种做模拟量的需求呢 可能就需要外接MCU了 或者是呢 就是说它这个IO不够 比如说它需要32个IO 那这个时候呢 也需要接一个MCU去扩展啊 所以呢 是这样的一个应用模式 我相信这个大家应该都比较清楚 我们就简单一点啊 这个单片机模式 就刚才我们也都讲过 8W16位 还有SPI SQI都支持 这个是DGIO的一个应用的一个模板 这个我们就反正大家看一看就行了 就是说我们在这种模式下不需要MCU 可以提供16个数字的IO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评估板 那这个板子呢 我觉得也还挺好的 就是它可以控制的IO啊 可以去飞的一些线啊 会比较多一点 大家可以去去做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演示啊 或者是客户做一些配置都可以 那如果是说我们复杂一点的应用呢 肯定就需要一个MCU了 那MCU的话呢 就需要通过这个SPI SQI 或者这个HPI去接过去 接过去之后呢 我们的话呢 会有一些SDK 因为这种情况呢 一定就需要一个软件的一个驱动 我们的SDK呢 现在有 还是比较多啊 我们现在的SDK有这个TX2的 这个大家都知道 然后的话呢 有基于ARM M4的 我们有这个E54的啊 D51的啊 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都比较通用 就说这个是ARM的 我们就大家知道就可以 然后呢 还有就是基于我们的 自己的DISPIC的 那这个呢 我等一下在最后一页的那个图上面 会跟大家去看一下 另外的话呢 就是我们对现在就是说 因为一些比较复杂的电机应用呢 有些客户喜欢用这个TI的C2000DSP 那这个呢 我们也是可以支持的 就是有一些相应的SDK 所以呢 其实我们的这个SDK是比较全面的 现在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HBI的评估板 那这个板子呢 我跟大家多说几句 因为这个板子呢 是我们就是说 之前一直在跟大家去推荐的 就是说大家要评估的时候用的 那这个呢 上面大家可以看到 下面是9252 左边呢 右边是这个PIC32的一个MC用 然后呢 那中间的这些波马开关呢 这个黑色红色呢 就是可以去控制这个 你是选SPI啊 选16位啊 选8位啊 这个都可以去选 那这个板子呢 其实也挺好的 但是呢 会有一些问题啊 就是也不是问题 就是可能有些不太方便的地方 第一个呢 这个板子比较复杂 比较大 用户配置呢 会比较麻烦 就是说 我们通常碰到问题呢 就是有些客户 有时候他把这个波马开关搞混了 对吧 然后的话呢 他就说哪怕程序是正确的 硬件是好的 他也会导致这个通信不正常 会有一些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PIC32的这个就是应用呢 他就说不是不像我们就说现在 因为现在很多客户 他需要就是说做这个arm相关的 所以呢 他会觉得这个MCU更换起来 他会比较麻烦这个也是 虽然我们这边上面有预留这个 就是这个接口可以去换别的MCU 但是实际上呢 这么做的人呢 也非常的少 所以呢 这个是之前的这个板子 但这个板子呢 就是说用于评估啊 或者是用于一些指示 还是非常好用的 因为它下面有很多这个LED啊 还有开关这些东西 如果说我们把它连到主张之后呢 可以去给大家做一些简单的展示 比如说点亮一些灯啊 或者是输出一些那个一些信号对吧 可以或者是你这边可以通过波马 给那个主战发一些这个信号过去 都是很方便的 那这个是一个问题 那今天呢 我们最后的时间呢 就会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我们新的这个开发板 就是这个9252跟D51的这个板 这个板子的比例呢 这个图显得很大 实际上它很小 如果想呢 基本上就是我们手掌的 三分之一这么大吧 可能差不多 所以很小的一个板子 比较精简 它只支持这个SPI的接口 所以的话呢 也不需要就是说你去费城去 去选择这个到底是多少位的 所以这个也某种程度也比较方便啊 它右下角呢 通过这个USB供电就可以了 所以的话呢 也是比较方便 不需要以前一样 还需要这个 一个电源适配器 是这样一个板子 这板子的一个框除呢 就是像现在这样 这个大家看一下 也会很清楚啊 9252进来之后呢 通过这个SPI的信号 还有这个SYNC信号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了 到这个CMD51 然后的话呢 CMD51就可以去做一些相应的一些功能 呃 这个节图 然后的话呢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现在我们的那个 CMD51也是基于这个Harmony3 在操作 另外的话呢 我们这个9252一次开的最新的SDK呢 也是基于Harmony3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这边会有一些这个 一些比较多的一个节图 跟大家去做参考 大家呢 会后也会拿到这个材料 我是建议大家自己去跑一遍 因为这个也比较简单 然后的话呢 对照这些截图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就是 它是怎么去跑的啊 大家可以对照就可以了 到时候 首先的话呢 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系统框图 第一的话呢 我们需要一个主站 这个我们讲过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 呃 从站的话呢 是9252进来之后呢 它需要一个 SBI的一个 Master CPU 然后的话呢 需要一个一方 呃 那实际上我们要做这个demo呢 很简单 就是说第一个呢 你需要一个 MPLAB的IDE 然后的话呢 这个是用于在SMD511 编译9252的驱动 第二个的话呢 你需要这个SSC的工具 那这个呢 是Execat的这个原代码需要的 这个是需要去这个 ETG的网站上下转 那你需要把SSC的代码呢 加入Harmony的驱动才可以 啊 TeenCat的这个 我想非常简单 大家只要装一个就可以了 电脑这个是需要的 然后的话呢 需要这个编辑 配置一方需要的 这个ESI的文件 那这个呢 在我们的官员网站有下载 呃 那在这里呢 我跟大家就说 再再再说两句啊 就是说因为 就是说呃 我们这个板子呢 它因为改造这个Harmony之后呢 它跟之前的呢 有一些区别 是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我们如果 就是说我相信 呃在座的一些工程师 我们都去呃 网站上下过以前 Lan9252的一些 SDK的一些驱动 啊 就是说以前的板子呢 你在它的那个页面下面呢 你都可以下载到 它的原理图啊 这些包括它的PCB啊 还有它的这个 User Guide 还有一个很重要呢 就是它的SDK 那它的SDK呢 是可以下载的 那这个板子呢 我们到那个 它的官网上呢 就我们的官网上呢 就你就看到它没有SDK下载 它只有一个就是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XML文件 还有一个编译好的Hex文件 可以去供下载 其他的这个SDK呢 它会把你定位到一个啊 定向到这个GitHub上的 我们那个Microchip的一个 这个代码库里面去 啊 这个大家到时看到的时候呢 你不要觉得奇怪 就说你你会问 为什么我们没有SDK下载了啊 实际上它是啊 放到Kithub上面去了 啊 下面的这个图呢 我会稍微快点 跟大家解释一下 每一件事干什么的就可以了 这个第一个就是 当然你要去下载这个 NPLav Harmony 3的这个 Compigurator进去以后呢 你就可以去 下载到这个 我们的这个Library 就是你进去以后 这个Library里面 你就可以直接下载 我们这个9152 D51的这个SDK 所以呢 它现在是变成一种在线的方式 然后你下载之后呢 你就打开这个工程了 就是ZMD51这个.x这个工程 然后打开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 进去这个Configurator 然后的话呢 这个是它的一个界面的一个介绍 我相信就说 这个大家用过这个Harmony 3 应该都很清楚啊 就是我们这边也不多去介绍的 这个图反正大家可以参考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边就可以去增加一些模块了 比如说你增加这个SPI 或者QSPI啊 或者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 有EtherCAD的Stack啊 等等这些都可以去增加 或者Remove 这个就是一个图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增加这个QSPI对吧 我们把SPI接过去 然后把这个相应的Timer 接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呢 这个是配置它的一些时钟 这个也是常用的操作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边需要去配置它的一些管角 我们可以看见它配置到哪些管角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 一个绿色的Sync0 Sync1对吧 然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SPI的这个输入输出 然后的话呢 就是这个IRQ这个中段 我们讲过的 还有这个EtherCAD的TestPin 一个测试引脚 一个IO的一个测试引脚 所以实际上这个也非常简单 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是把SPI 还有Sync0 Sync1 还有中段写进去 就配置好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边就是会配置一些中段向量啊 什么的东西 这个也是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就可以生成代码了 就是点击这个code 生成这个上一个这个代码 但是呢 大家要注意啊 这个时候我们生成代码呢 是像左边这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有一些这个带 这个三角形的 这个不可用的这个标记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文件呢 它不是在我们的SDK里面的 这些SDK 这些这些文件呢 是在基于这个ETG的这个SSC的这个工具 去生成的它的协议站 这个我们是不可以放在我们的SDK里面 因为这个是理论上是属于ETG的 ETG必须要要求成为它的会员 才可以下载 所以呢 我们是没有这个办法把它加到我们的SDK里面 所以呢 流程很简单 如果说大家通过这个前面的这个流程 把这个已经生成代码之后呢 你看到缺这些代码 缺这些协议站之后呢 你需要通过这个SSC的工具 去把这些代码生成之后呢 再把它拷贝进来 那么它就可以用了 就是右边这个状态 所以呢 这个是因为大家一定要去说明的 大家也需要跟就是一些客户的工程师 去做一些沟通的啊 那这个SSC的工具呢 反正就是说需要这个ETG的账号 如果说大家没有的话呢 可以去申请一个或者是看一下其他的办法 下载之后呢 这个就是也是一个流程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啊 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 你去选择这个Custom要选择这个相应的这个Microchip的这个controller 然后的话呢 去点击这个yes去生成这个file 然后的话呢 有一个点拆 就是这个Excel的一个文件 去导入这个相应的配置 那这个呢 我们在我们的那个 那个网站上是有下载的 就是这个是你要 就是这个是我们的一个sample code 它里面会有一些这个关于这个输入 包括这个ThinkManager的一些定义 那这个是需要的 这个数在我们是有的 所以说大家只需要把这个加进去 加进去之后 然后去点击这个start 然后当然这边要选择你的路径 就是你输出的这个 那个原文件的这个路径在什么地方 然后的话呢 你点击这个start 就可以生成这个 我们刚才讲的那些带锁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原文件 然后你再把这个原文件给它拷贝到那个 Harmony的这个driver的这个路径下面去 就可以了 那就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去编辑这个 相应的这个工程文件 你编辑之后呢 你把它下载到这个 dsmd51里面 那这个板呢就可以进去 在那个twincat下面进入这个op了 那下面的话呢 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板子的一些这个情况呢 我们下面再跟大家看一下这个twincat的一个setup 那这个也是一样的 就因为它会比较快一点 twincat3跟这个codesys codesys呢是一个也是比较有名的一个第三方的软件 我相信可能大家也都多少碰到过 有的时候呢这个codesys呢 它可以在这个那个linux上也可以用 所以实际上呢也是比较方便的 就我们也不一定要通过一个电脑来做这个主机 你通过一个这个linux 比如说像我们的比方说像我们那个gip的这种a5啊 或者是像这个9x60啊 这些都是可以做这个master的啊 都是可以的 OK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是跟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twincat的 twincat的下载 这个我们就反正跟大家放在这边 大家去下载就可以 然后的话呢下载之后就安装 安装好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打开它 打开以后呢 我们就进入这个新的这个新建一个工程文件 那因为这个都是一步一步来的 所以大家就是会或拿到这个PPT去参考就可以啊 先新建一个工程文件 然后的话呢新建好之后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网卡添加进去 这个acad的这个网卡里面去 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网卡 twincat3呢 对这个网卡接受性已经好很多了 twincat2的时候呢 很多基本上只有inter的网卡可以用啊 UITEC的网卡呢 可能就会有问题 那twincat3呢 基本上我看是解决这个问题 基本上UITEC的啊 也可以用 也就是说你需要把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你现在这个install的 就是安装的是没有的 你需要把这个compatible 就是这个已经安装的 把它加进去 这个一般呢 这个肯定是你添加这个网 就是这个有线网口啊 它下面你会找到一些这种 无线的 这个是不兼容的 不兼容的 所以我们把它这个安装上去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就出现在这个install的 就是已经安装好的 这个东西里面去了 我们就可以用了 这个网卡就可以用了 这个一定要安装 如果你不安装的话呢 你不安装的话呢 是找不到这个相应的这个设备的 然后的话呢 就是大家注意要在这个网络属性里面 把这个twincat的这个internet protocol 把它给勾上 勾上 关于这个图呢 给大家提醒一点 就说一般来讲呢 就是我们通常的话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上网了 肯定是下面这些也是都勾上的 特别是这个ipv4啊 这些东西都是勾上的 实际上呢 根据我自己测试的结果呢 就是你在这些勾上的情况下呢 额外的把这个twincat的勾上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呢 确实我们也碰到一些个别的案例 就是说 跟这个有关系 就是他 你把这些勾上之后呢 肯定有兼兴的问题 所以呢 如果说你排上了所有的问题之后呢 你可以 你还是不行的话呢 你可以试一下在这个地方 把其他的勾全部取消 只保留这个twincat的这个协议 你试一下 你说不定可以 我是没碰到 我但是呢 确实我有其他的同事呢 都碰到过这个问题 所以呢 反正也跟大家提醒一下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就是说这个地方 有可能会有比较小的概率 会碰到这个兼兴的问题 你如果遇到的话呢 你就只保留 就像这个图一样 只保留这个twincat的这个协议就可以了 然后的话呢 我们刚才动作都做好之后呢 你就把这个网线插到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电脑上 然后的话呢 去点这个scan 右键点这个device scan扫描一下 扫描 就这个就点这个scan扫描 扫描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 去去找到这个设备 找到设备之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它会发现这个io device 对吧 然后点就ok 它会开始free run 就刚才我们讲的 因为你刚开始的时候 没有点那个 没有设置DC时钟 它是一个free run 它就开始free run free run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看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 你的这个板子 它是在这个pre op的状态 它没有进op对不对 没有进op 没有进op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时候呢 很有可能是因为你的这个 一方是没有更新的啊 也当然也有可能是你的硬件的原因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找多方面的原因 这个呢 这个是跟大家说 我们要在这个config模式下 去去配置 这个大家可以检查一下 如果不在的话呢 通过这个点击这个tunecat 然后config模式去重启一下 一般都是在config模式下 对我们重启在config模式下 然后的话呢 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一方没有更新 一方没有更新 一方没有更新的话呢 有一些就是说 接触这个tunecat 不太多的工程师呢 会问 他会问说 这个一方应该要怎么更新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板子 对外只有一个网口 实际上呢 一方就可以通过这个tunecat 通过这个网口 对一方进行更新 并且呢 这个更新呢 并不依赖于你的这个pdi的这个接口 也就是说你的pdi接口 哪怕是空的 你也可以更新这个一方 只要你找到这个相应的这个设备 它是可以的 所以的话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框图 刚才我们就是 已经在这个图上跟大家讲了 这个9252 讲了这个第51的这个编程 对吧 也讲了这个tunecat的一些设置 那现在呢 就缺这个一方的一个配置 所以的话呢 你的板子还进不了OP OK 所以我们下面的话 把这个一方跟大家去讲一下 这个一方呢 也很简单 就是我们刚才这个不是在这个preop吗 然后我们的话点击这个online 这个点击这个一方 eeprond update 那大家要注意一点呢 就是要把这个eeprond的这个点 就是那个xml的那个文件 把它拷费到这个tunecat的目录下面去 就是这个3.1config iocad里面去 这样的话 它能它才能找到 然后的话呢 我们点这个eeprond update 就能找到这个相应的一方的内容 就是这个3MD51的这个东西 OK 然后的话呢 我们点击OK 它就可以去对一方进行update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板子 你借给其他的客户 或者是其他的同事 他可能里面有些别的一些内容 不匹配的就会有问题 所以的话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eeprond 把它给更新一下就可以了 那更新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 它就进入这个OP的一个模式了 那就是OP的模式就可以了 那这个情况下呢 当然就是说我们只是给客户做演示 如果说客户觉得 这个工程师觉得这个时候OK了 那他当然就可以基于这个上面 就可以去对他的这个MCU的一些输出 输出啊 或者是进行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操作了 当然的话呢 这个地方呢 我跟大家还是有一个小的一个 怎么讲叫tips 还是叫技巧 反正就是说 因为你拿到这个板子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呢 你也不确定这个板子是不是好的 或者呢 你甚至也不确定你的这个tunecat有没有安装好 因为这个tunecat现在有的时候会有问题 因为它不太 因为它是免费的嘛 它不太稳定 所以这个东西呢 有很多个问题 有的时候呢 你也不知道你的这个sfc的这个文件生成是不是正确 或者你也不知道你的这个这个编程是不是有问题 这个都有可能 所以我建议呢 就是我刚才跟大家一开始就讲过 我们这个板子的在官网上的下载页面呢 有一个已经编辑好了hex文件 就说我建议大家拿到板子之后呢 先用那个文件在那个我们的那个MPLAB下面把它烧进去 编辑进去 然后的话呢 你先用那个已经弄好的hex文件试一下这个板子能不能进OP 大家明白我的意思 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你的你的板子还是进不了OP 那就说明你至少不是编 不是不是你这个编译的问题吗 因为这个时候那个hex文件是我们已经编好的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要找一下这个tunecat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上个礼拜拿到这个板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tunecat已经装了有好久 后来我们的公司IT升级的系统之后呢 它可能全线上有点问题 但是呢 但是呢我也不清楚 当时呢我就搞了半天那个东西有问题 后来我就确实查了半天查不住问题呢 我就把那个我们官网上那个已经编好了hex文件下进去呢 它还是不行 所以当时我就想有可能是这个tunecat的问题 果然我后来就把tunecat的删掉之后呢 重新下了一个装好之后呢 哎就可以了 所以我建议大家最好都用我们那个就是官网已经编好的hex 每次都先试一下行不行 可以排除一下其他的问题 不然的话 你也不知道是你编译编辑有问题呢 还是说这个tunecat有问题呢 还是板子硬件有问题呢 这个就不好排除 所以这个是跟大家一个 我觉得这个技巧挺好的 大家每次都可以判断一下 因为有的时候你板子这个客户工程师有可能他搞坏了 或者是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免得这一些无用功 那今天的内容基本上也就差不多 最后跟大家看一下这个ethercat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portfolio就是一个组合吧 就是说有一些device可以去跟去推广的 第一个就是这个file 我们一开始就跟大家讲 ethercat没有单独的file 它用的就是ethernet的file 所以的话呢 有一些客户他可能喜欢用这个fpga的 fpga加一些软核对吧 就是ethercat的ip然后的话呢外面要搭配file 那这个时候呢你只需要推荐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些file 808108041甚至老的8721有的客户喜欢用 因为GZ8721在ET2100的reference design上面 所以的话呢我们也有不少客户他继续买这一颗 那这个呢这个的问题呢就是他比较贵 所以的话呢可能客户呢会有些抱怨 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可以去推荐这个新的808108041 这是可以的 当然除了他以外呢就是我们的这个lan9252 我们后面还会有新的 然后的话呢就是这个sdk sdk的话呢就是我们其实坦白讲到现在的话呢 这些sdk1.021.2啊 这些都不是特别的应用的广泛 因为这个都需要一个客户要去移植 第二个呢 这个pxr用的客户的工程师呢也不是很多 我们现在的话呢就是说有几个 第一个是这个基于这个Codex M4的这个E54D51的 这个刚才讲过 然后呢基于这个运动控制的就是我们这一个CIA402的 一个Motor Control的一个UAB 那这个板子呢它上面可以提供我们这个Dispeak的一个驱动 也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这个东西呢可以提供这个双电竞的驱动 也是比较方便的一个解决方案 下一周呢我的同事Gary他会跟大家去分享这个Dispeak带双电机的这种应用 当然的话呢还有这个TI的这个C2000的这种也是我们有相应的驱动可以提供 所以呢这个我们现在软件应该是 我觉得是非常全的 就是基本上能够比较常见到的 不管是我们Macrochip的 还是说一些其他产家的都是可以去做到一个适配的 另外的话呢就是这个这些这些评估板 这些评估板呢当然有很多啊 第一个就是我们左边的左上角 这个是一个Dispeak的标准的一个插板 那这个是可以插到背幅的这个 或者ETG官方的板子上的一个板卡 这个用的人也有一些主要是去做这个替代测试的 那然后中间的这些板子呢就是我们刚才也反正跟大家都讲过 就是带这个PIC32的 然后的话呢中间像这个板子它是可以做那个三口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上面它有一个这个MIA口 可以插一个File的板子 可以做这个第三个口的这个连接啊 所以的话呢主要的话就是这些产品 然后最后就是一些设计资源了 就是说大家想要看到的 就是我们刚才讲过这个Etherget也是成为这个IEC的这个标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标准 我们MacroGip的这个页面就是所有的资料 还有这个苹果版的资料都在这个下面都有啊 包括刚才讲的最新的这个CMD51的这个开发板 当然就说如果说大家要找到最权威的最多的信息 肯定还是在这个Etherget.org上面去找 因为这个是它的官方网站 最后这个是它的一个测试的 就是EtherLab 因为现在Etherget用的人越来越多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测试 以前的话呢 就是说大家知道以太网USB它有一致性的测试 但是呢现在Etherget也有一致性的测试 但是这个呢现在还没有 据我们了解还没有完全强制 但是呢它也是一个随着用户越来越多 这个互联互通的这个需求越来越多 那么这个肯定也是一个方向 就是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呢 或者一些客户 现在我们也有一些客户 他会问这个EtherLab 就是这个一些测试动画的一些方面的一些内容 大家可以上去看一下 主要是这些内容 然后的话就是今天的课程 就是到这个地方 再见 谢谢大家